歡迎各位善信 今天來參加我們金書法學會所舉辦的 四聖日之一 英共法會 以往一樣 我們未開始做法會之前 先請賓馬哈專金剛上司為我們講解一些佛法 歡迎各位今天來參加這個 四聖日之一的英共法會 四種殊聖的日子 這四種殊聖的日子都是因為釋迦牟尼佛 在很多年前的同一日 曾經做過一些很殊聖的佛事 這些佛事是令到那個磁場 能量增大了很多很多倍 每一年的同一日 其實這種能量的循環甚至是會加大 所以每一年在同一日子裡 我們無論是做好的事 或是做一些不好的事 它所產生的業力效應都會增加一千萬倍 因此我們就稱這四種殊聖的日子 而我們是需要在這些日子裡 特別更加做多一些修行 以及一些好的善的業 讓我們整個善惡二業組合 能夠增加多一些善業 對於我們無論在修行上 希望脫離輪迴或者投生佛殺土上面 甚至成佛方面都會很有幫助 因此無論你有修行還是沒有修行 你都應該在這些孰聖的日子裡 特別警惕自己要做多一些好的事 特別是修行上的事就更好 所以我們今天也會在佛堂裡 為各位做供燈、掛旗番、燕貢 還有一些牌位 讓各位根據自己的意願 接受諸佛菩薩和我們所有修行、修法 講經上的功德迴向 這些加持都會對他們很有幫助 無論是在世的親友 或是離世的親友 特別是離世的親友 他們更加需要一些功德 去幫助他們面對一些變幻莫測的環境 因此我們都很需要在這些重要時刻幫助他們 而燕貢對離世的親友的幫助更加大些 很希望你們多做一些功德 雖然你說未必今天就是一個正日 其實根據歷算的偏差 無論是在這個正日的前七日或是後七日 其實都在能量的覆蓋範圍之內 所以記得在這段時間多做善業 尤其如果是在晶月的時間 這樣就更加能量是會整個正月都覆蓋的 所以你們記得了 我們現在就開始先講一些佛法 今天會講什麼呢 就是講回慈悲心與菩提心的灌修方法 第五十六集 今天講的題目就叫做 思想和覺性的分別 咦?思想和覺性有分別嗎? 當然有 為什麼覺性會這麼重要呢? 我們整個佛教的核心在哪裡? 就是希望能夠成佛 那成佛呢? 佛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覺性的意思 成佛的意思就是 你恢復你本來就擁有的正等正覺 就是100%沒有偏差的無上 就是沒有東西再高過他的無上正等正覺 那我們就等於永遠脫離任何的控制 是能夠恢復我們的大能力 在一個非常快樂極致的法樂裡面 整個法界裡面成佛 還有可以回到三界那裡有一個大能力 令到我們可以去幫助以前 我們曾經跟我們共處過的所有親友 甚至是所有的眾生 我們都可以幫助他們 所以這個覺性是整個佛法裡面的核心 我們修就是要修這個覺性了 但是思想和覺性有什麼分別呢? 你將會在金堂裡面 會有一個很清晰明朗的一個認識 金堂對你們是重要的 其實這些思想和覺性不同的 思想很容易出偏差的 又有些缺陷在那裡 就是這些偏差和缺陷使我們不斷輪迴的 主要有五大偏差和缺陷的 我們都會提到 我們要修空性 為什麼要修空性? 空性就是非有非空 可以協助我們恢復正等正覺的 而一般坊間修的三輪體空 和這個空性的關係是怎樣的呢? 以及它是怎樣修的呢? 有沒有口缺幫我們修呢? 今天都會提到的 好了 我們今集還有很多精華 我們先說一說 第一就是說 我們怎樣才可以拆解到 引致我們輪迴的一些塵埃 或者一些不好的東西呢? 這六種塵埃呢 它是無處匹不在的 它呢 它呢 已經集以為常 成為我們行為程式的一部分 但是又是這六種塵埃呢 令到我們會經常 繼續輪迴和痛苦的 很難得到快樂的 那麼 究竟我們怎樣才可以拆解到 這六種塵埃呢? 今天是會提到的 還有就是說 有些修行人呢 經常都有個誤會的 那麼它就會覺得 空性就是什麼都空了它 那呢 在釋迦牟尼佛說過 要收一個叫無生法隱 無生就是什麼都 當它不存在 沒有生起啦 那還有呢 你藏傳佛教裡面 又說收一種叫大圓滿 叫最高的 又叫做修覺性的 裡面其實都是說空性 什麼都空了它 那於是他們就會有一個誤解 就是說 在我們的修行上 我們只要什麼執著都沒有 包括你走去做修行都是執著的 是不是? 我們不如就叫無學 無修 什麼都不修 又什麼都不學 那就是不執著和不注上 那這一種理解究竟 又錯在什麼地方呢? 好了第三 無生法隱 法隱 什麼叫法隱 就是我們要認可 以及我們要接受這種狀態 就是叫無生的狀態 那裡面其中有一個隱 一種認可你必須要認識的 就叫觀察隱 那究竟觀察隱的這種修行的過程和目標是什麼呢? 還有就是如果我們運用審觀察 來到了解三輪體空的時候 應該去怎麼了解法它 才可以收到這個無生法隱呢? 來配合這個三輪體空呢? 那今天都會講的 第五就是 是不是我們對任何事物 都只是可以用三輪體空 一切空直的這些思想和想法來行事呢? 如果我所有的思想和行為 都覺得一切都空直 這樣? 那是不是說我要躺平什麼都不做 那我怎樣去應付我一切日常生活的活動啊? 我一切日常生活呢? 全部都要空直的 空直的,很直靜的 什麼都沒有 那怎樣收呢? 那如果我們收三輪體空 要怎樣收法 才不會產生只有非有 即是偏在一邊 又沒有了非空 即是沒有了個角性的那部分 那怎樣收才不會出現這些偏差呢? 那今天都會提到的 那是不是正式講這些的開示之前呢? 那我們先就把前幾集的一些精華題要講一講 因為現在我們主要是講無生法忍 那什麼叫無生法忍? 就是什麼的煩惱貪真癡都不會生起的 那那個好處就當然幫到我們不會再生起煩惱 那我們怎樣去收 以及收了它之後有什麼好處呢? 那好處就是首先 如果你跟著無生法忍的來收 你會發現你會逐步清除一些煩惱的障礙 你會斷除一切令你會下墮 投生去三惡道 即是一些不好的地方的緣你都可以斷倒的 第二就是你會逐步證到 空性裏面所說的非有的那部分 如果你證到這部分 就會令到你的心性可以清淨和潔淨的 就不會因為某些景象的執著 而引發你繼續輪迴的這種慘況 第三就是說 如果你證到這個無生法忍之後 你可以成為八地菩薩 什麼叫八地菩薩? 永不退轉 那就是你可以脫離輪迴的了 那你還有就是說 當你現在收得不好 失敗了 你沒有辦法證到無生法忍 但是你都曾經收過無生法忍 那怎麼都會有一些基礎在那裡 那就會可以令到你更加容易 和有把握地去投生去西方極樂世界 但不止還可以用高品位去投生 那就是說如果我們收無生法忍的話 可以令到我們盡可供、退可守 第五就是說 深無生法忍可以平衡一些高度駐上 和偏執的一些修行情況 因為如果你要往生西方極樂國土 你就要念佛號 又要灌上西方三聖 西方極樂世界的國土的形狀 這些都是屬於一種高度駐上 執著著這些狀況的一種修行 這樣就會很容易令我們偏向一邊 偏向一邊有很多的壞處 不一定可以幫到我們去投生西方極樂國土 可能甚至拉我們向下投生 所以我們就要靠收這個無生法忍做一個平衡 那為什麼要收呢? 因為如果當你去到西方極樂世界了 如果你是用低貧位去到的話 你會在裡面要繼續收很多很多劫 很久才由一個貧位跳到另一個貧位 那你有九貧往生 九個層次 那你什麼時候才能跳到最高呢? 跳到最高都還要繼續收下去 這樣我們如果這樣的話 有沒有一些方法去幫到我們 高品位地投生 不用浪費那麼多時間呢? 那就是說你如果要成功率高地 投生西方極樂世界呢? 你就要跟回那個灌無量壽經所說的一些要求 這樣才能做到的嘛 裡面講到一個叫做深深 深層的深是什麼? 就是說你要非常之深層的細緻的 正確和準確地去灌上一些東西來配合的 那就是高度駐上 那如果我們用這麼高度駐上的方式來修行呢? 我們就一定需要收回空性來做平衡 否則的話我們就會因為高度駐上 會引致到很多過患 令到我們甚至下跌 投生三惡度都不出奇的 因為有些人太過執著 又說不可以這樣 又說這樣不行 那樣不行 完全沒有一個平衡在裡面的時候呢? 就會有陣時引發他的善惡業裡面的惡業 令到他投生三惡度 那於是沒有辦法往生西方極樂國土 那脫離輪迴和成佛就更加不行了 所以高度駐上的後果就是會令到我們沒有辦法 脫離輪迴和成佛的 那麼根據灌無量壽經裡面講 是有九品往生 如果我們往生去呢 會根據我們的程度 是有九種的層次決定我們去到哪一個位的 那如果是上品上生 即是最高的層次的話呢 根據經文講 如果你是一去到 而是以最高層次的程度去到的話呢 你會馬上見到一些很多的佛菩薩 而且這些佛菩薩還會講一些很殊聖的教法給你的 令到你可以馬上誤到無生法忍 那麼這個無生法忍呢 原來如果在西方極樂國土來講呢 你收到最高呢 都只是可以誤到而已 誤到無生法忍 那如果你是用最高品位的方式去到西方極樂世界的話呢 原來你第一時間要做些什麼呢 你要立刻跟佛菩薩學一種平衡的修行方法 平衡你的那種高度的注射 那個修行就是什麼呢 就是要聽佛菩薩講解 什麼叫無生法忍 然後你還要嘗試誤到它 原來你第一時間就要誤無生法忍了 那就是說誤到 那就是說你起碼都了解收集空性的這件事 而只不過呢 你就算誤到無生法忍都只是收到什麼 空性裡面的非有 就是沒有什麼都沒有的那部分 那好了 因此你會看到經文裡面 第一時間都是要求你 給你收到最高的品位 你還是要誤無生法忍 那就是它很重要 那你誤到之後 你還要盡快 有這麼快 有這麼快 就去十方的國土 十方就是360度 360度的所有佛國土 你都要去魂了 去誠事所有的諸佛菩薩 來受教於他們 並且得到他們的認可 我覺得你的程度 你的覺醒都已經提升到 可以受記你成佛了 即是預言你什麼時候成佛了 你繼續收下去 將會在未來的什麼時候就可以成佛了 還可以學到很多的教法 然後得到這些預言和售記 你才可以回到你自己本國的國土 即是你最喜歡西方的樂國土 就回到那裏繼續收 這樣才叫做上品上升 即是說 就算去到上品上升也要繼續收 即是說高度駐上一定要在獲得平衡之後 才可以去十方的國土 看到所有的諸佛菩薩 要不然你就要長期停留在西方極樂國土 你只可以看到西方三聖 然後就受他的教法 而你現在收的方式 還是一些高度駐上的方式 所以如果說成佛 用駐上的方式來收到成佛 那個距離是很遠的 你還欠很多東西 所以在那個經文裡面很清晰地告訴你 你欠了很多東西 由於往生西方極樂國土 全部都是用駐上的方式來收的 因此在西方極樂國土的修行過程 你如果是在最低品位那裡 你是要經過不斷的修行 直到最高品位 整個過程裡面 其實都是收一些駐上的修行 直到去到最高品位 你才可以受到一些 可以快速幫你平衡 這種駐上狀況的一些修行 就是無生法隱 即你要去到最高的品位才學到 既然是這樣 你不如在生現在就學吧 你可能說 我聽過很多人說 我都是聽不明白 那你就要由現在開始 看回我們的慈悲心與菩提心的灌收方法 你就會有一些很實際的方法 是學到幫到你的 你是不用死了之後 還要希望自己去到西方極樂國土 萬一去不到那怎麼辦 當你去到還是低品位 你又要慢慢經過很多很多無數的劫 才去到上品上升 這樣才能收到無生法隱 才能平衡到你那種高度駐上的修行方法 才有機會可以學到一些令到你成佛的教法 與其是這樣 不如你現在就學吧 因此我們其實在經文裡面可以理解一件事 就是收集無生法隱 就是我們初步平衡駐上修行的一個最基本的元素 即使是上品上升去到西方極樂國土 也只不過是屬於初地的菩薩 即是初入心菩薩 你只不過對於無生法隱的這個教法 是初初入心的 你仍然是需要繼續聽聞更多的佛法 以及講眾功德和全面修行 那如果你在生前就收集無生法隱 即使你不能夠在生前收得到它或者證到它 或者你甚至獲得不到這個初地菩薩這個位 但是都一定可以怎樣 加強了你能夠到達西方極樂國土的成功率 不止 而且如果你在生前就已經學會這種平衡的修行方法 那你收到這個無生法隱有一個理解的話 你一旦到西方極樂國土 你就可以快速這樣上升 收到去上品上升這個位 即是說無論在加強你去到西方極樂國土的成功率裡面 或使你能夠快速這樣 由低品位升到高品位方面 這個無生法隱對你都是有一個非常大的幫助的 如果我們在生前的時候 集中只是收高度駐上的收容方法 而不收任何有關這些空性可以平衡你高度駐上的一些教法的話 那你的最高成就被你收得到了 當你收得很厲害了 你都最多只可以去到西方極樂國土 你沒有辦法即生或者即生脫離輪迴或者成佛 因為去到西方極樂國土 只不過是天界的某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就有佛法的教法這樣解 你仍然是未脫離三界 你仍然是會有機會 怎樣呢 跌下來繼續輪迴的 因此我們在生前就要收什麼 無生法隱 這個是一個極之重要的一個修行步驟來的 上品上升去到西方極樂國土 或者你在西方極樂國土 終於收到去上品上升了 那你都還要盡快做幾件事 第一件呢 你就要聽聞和去學習無生法隱 第二你要誤到無生法隱 然後第三你要誤到 你就要盡快前往實方所有的國土 那裡去誠事諸佛 來累積功德 還有要領受諸佛無量的修行教法 你要學完它 直至到你可以獲得諸佛的仇記 說你終於夠程度了 應該在未來什麼時候就可以成佛了 你要拿到這些預言 然後你才回到你本國的國土繼續修行 那好了 那就是說 如果根據《冠無量壽經》的經文 就是你就算去到上品上升 你誤到無生法隱 你都只可以做到第一步 是初地的初入身菩薩 然後你還要去收這個無生法隱 由初地收到到六地菩薩 直到你正到那個無生法隱 那你就屬於什麼 你就屬於七地轉入八地 你可以成為不退轉的八地菩薩 那你才可以脫離輪迴的 那就是說如果你在生前就能夠收無生法隱 的好處是很大的 那我們看一下我們大城的修行過程 它是分五度十地的 你詳細情況可以看回我們的敦珠佛學會的Youtube 《佛法在修行上的分類空性精華》 裡面有說到原來我們從一開始修行 就要收十信 這十種信念我們要打好基礎 然後收到四加行 完結 那要多長時間才可以成功呢 那都要一個柯真奇劫 那個一個柯真奇劫 還要收到八地 收到十地 又要多一個柯真奇劫 那都未成佛 還要收到十地半以至十一地 去到十一地 那才可以成為正等正覺成佛 什麼要很久 那為什麼你 壯傳佛教可以即生或者即生成佛呢 那是因為修行的方法和方向不同 所謂差之毫離 貿易遷離 大成的遣教呢 它就在那個因那裡收的 就是大家都種一下善事的那個因 再慢慢希望自己有些福報 學多一些佛法 但是呢 蜜中就直接就已經去 有些實踐的方式 不只是理論地來修行佛法 而這些實踐的方式呢 全部都是集中在那個果那裡收 那個果是指什麼 覺性 你現在要提升到正等正覺 正等正覺的覺性就是你想要求要的果 那你一開始就收覺性了 那就是在那個果那裡收 那就是說你成功率就一定會高和快很多 就是說我們要在生前呢 就要學習怎樣轉息成智 訓練五智的產生 還有呢 我們的修行主方向是要提升覺性才行的 那就是說我們那個結果就是要正等正覺 而我們在一開始入門收實訊的時候 就要將兩者連結一起去收 那才會快的 那如果我們在生前就盡快收到這個無生法隱 那就可以加快我們即生或者即生成佛的那個基礎了 那我們看一下了 那我們收這個無生法隱 其實它是有不同的程度的 如果你在大乘修行的過程裡 如果你走到第一步 你誤見到這個無生法隱 其實你呢 就已經是屬於初入心的菩薩 當然你要視乎你的根器 就是你的智慧的程度 你吸收的程度 那其實呢 就算被你誤到無生法隱 你仍然都是有機會退轉的 如果根據我們剛才說的那個 修行的歷程的表來講 你初入心的菩薩就是屬於初地 歡喜地的菩薩 那初地的菩薩呢 是有三個層次的 你是屬於第一個層次 入心 這個入心呢 是什麼意思呢 你終於將那個無生法隱的那種見解 你入到那個心 你接受到 你亦都明白了 你亦都嘗試去運行實行它 那你詳細情況呢 想看回 那怎樣才能收到入心呢 我們看回我們的慈悲心第五十四集 有講到 其實呢 我們的修行呢 有現在一般坊間來修 他們收實訊的時候 他們是不會收無生法隱的 他們就這樣收實訊 甚至連個覺醒都沒有連結來收的 原來如果你收實訊 一開始收這個實訊 就連無生法隱來收 無生法隱是屬於什麼 屬於一種覺醒的一種 那你一開始收的時候 你一開始收的時候 就連結無生法隱 這樣才叫做 叫做連著那些覺醒來收 那你才有機會快速這樣 達到正等正覺的嘛 但其實坊間一般呢 就不會的 他連實訊都不收 那就跳來跳去 亂找些東西來收 結果因為那個基礎打得不好 就塌了 經常就退轉 要不就收到亂了 或者收到呢 還倒轉頭走 即是怎樣 即是經常犯戒 於是跌落三角度 那就叫倒轉來走 好了 那當你不倒轉來走 你都很中規中矩地走 那通常他們都是說 收完實訊就收實訊 收實訊 收實行 實回向 接著又收四家行 當你收四家行 那四家行 很多時候坊間教的那些 連空性都沒有教的 本來他都應該要學人我空 和法我空 他連這兩樣都沒有的 坊間那些呢 簡直是沒有收到這部分 他們直接就去做灌頂 或者念幾句佛號 那就當收了這些東西了 所以可以說 他們浮沙都不如 別人站在浮沙都算有浮沙給你站 他好像站在空氣那樣 是甚麼都沒有的 即是說一定是掉下來的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其實在收實訊的時候 就要開始收無心法忍 然後整個十誅 十回向 以至四家行都要收無心法忍 那你才可以有機會 誤到這個無心法忍 於是才可以有機會成為初地的初入心菩薩 即是說 如果你要誤到他的話 你由現在一開始入佛門 就要學了 無心法忍 然後呢 你還要繼續收下去了 初地菩薩就是說 你又要住心 你將你這個無心法忍 住在心那裡 整天都不會忘記 住了在那裡 一路提升你那個無心法忍的程度 終於呢 你就去到六地了 至到七地的時候 就叫做正了 即是說 你由初地的注心收到六地 那個階段都是收的 當你收到 有個正量出來 那你就去到七地 那當你去正到它的時候 你就已經可以由那個七地轉入去八地 成為一個不退轉的菩薩 那你就是正式脫離輪迴的啦 那當然 我們還要繼續收下去 才可以成為正等正覺 原來還有一段東西要收下去的 那就是因為很多人呢 收這個無心法忍的時候呢 它不見了一半的東西 起碼 所以他們呢 收多少收不到的 又證不到的 就被他們證到了 都走不到去後面那一段的 那所以其實我們收無心法忍呢 就要看清楚 它是屬於什麼程度 在空性裡面 它是屬於什麼元素 它還欠缺了其他一些什麼元素來收的 那究竟怎樣去收這個無心法忍呢 那首先 無心法忍就是不要生起貪真痴 那就是你要知道 你為什麼會生起貪真痴呢 你怎樣可以令到自己不生起貪真痴呢 因為無心法忍是說 不要生起任何的煩惱和貪真痴 還有知道之後 要修正到自己的行為 那才不會繼續生起貪真痴 那我才可以做到無心法忍的嘛 那就是說 如果我們的修行方法 並不是運用一些覺性 來去修正我們的行為的話 而只不過是依靠念咒 入定 念佛號 其實我們是沒有辦法修改我們的行為程式的 我們依舊呢 都要不斷地輪迴 這個已經是一個必然的結果 那修行其實是修些什麼 修行不等於你只是念咒 入定或者念佛號 我們主要的修行 主要的集中焦點 應該放在修心 灌想和空性 即非有非空裡面的 即是引發我們的覺性的 什麼叫輔助修行 我們平時的念咒 念佛號 念經和入定 其實都只不過是一種輔助 但是不是主修行 這些輔助的修行好不好 會幫到我們 會幫到我們 整個修行順暢很多 但是它只是輔助 不可以作為主要的焦點 為什麼 因為你看真點 觀賞 修心當然是和心有關 不用說了 觀賞就是心的投影 空性非有非空 是講我們的心的一種覺性 整個主修行都是講 和心有關的一些東西 即是和義有關 但是念咒、念佛號和念經 是講語 是用你的語言去修 入定是講你要 熄滅所有新語意 靜止去修 為什麼 因為靜止可以幫助你的覺性容易引發 它只是在協助 不是一個主修行 只不過是把新語意靜止 你詳細看看我們的敦諸佛學會 Youtube的慈悲心系列第29集 裏面就有講到 由釋迦牟尼佛親自講的 有一種叫義釘 所有我們的新語意三種行為裏面 那個義才是主角 你可以看回 即是整個修行 就一定要修心才行 即是整個佛教有十宗 我簡化它 當是由十宗來看 他們的修行方法都會有多差異 小誠那兩個宗 我們以前講過不再重複 天台中的一心三貫 其實都是屬於修心裏面的一種貫賞 失存了 三論宗的無所得正貫 的修心方法失存了 栗津就是沒有的 沒有修心 他的修心 沒有一個貫賞可以協助幫到他的修行方法 沒有的 淨土宗的彌陀十六貫都沒有了 法相宗的五重唯色罐又沒有了 禅宗的本來面目罐也都失存了 那懷炎宗的法界罐又失存了 物宗就沒有失存到 他有很多很多的貫賞方法 包括空性、覺性 我們修行的一些主方向 不同程度的一些修行方法 還有我們以前提過的 我們的眾生需要有五種需要的那些 他都有一個處理方法來做平衡的 那就是說 顯教在實修方面 在貫賞這個成份 幾乎是沒有的 他只有理論 還有一些簡單的誦經 而且是以這種修行方法為最好 令到最精華和有效的修行方法和理論都沒有了 所以大成顯教的致命傷在哪裡 就是過度吹噓念佛號的功效 誤導了很多眾生 由於大成的佛經 其實是出現在佛列盤幾百年之後才出現 因此它的內容有沒有被人散改過 究竟有沒有人加了一些東西 甚至是整本都是藝經這些 全部都是要 所有的內容都要經過印證 經過一些大的修行人的印證 也都經過一些正確的經典的互相印證 這樣才可以知道它的真偽 是不適宜吹噓 或者過度吹噓某一些內容 因為如果你這樣 就會令到那些修行方法 出現偏離和偏差 喪失理性的分析 那所以呢 如果你這樣的話就會闖大禍了 會令到整個佛教 是進入末法時期的 我們看看 《觀無量壽經》 聚述的《九品往生》 它說明《下品》《下生》 它說《極樂國土的眾生》 只要你一生到去 你就已經是阿皮拔志 什麼呢? 八地菩薩不退轉 原來整個《極樂國土》 全部的眾生 不管它以前有沒有修行過 懂不懂佛法 總之讓它去到 它就已經是八地菩薩了 不用收的 跟著呢 其中還有很多是一生寶處 寶多一生 好像《梨樂菩薩》 寶多一生 寶多一生 投生多一次再收下 這樣就有成佛了 它說 多得不得了 這些眾生這樣 那你會發覺兩部經 兩部都是淨土中最主要的經典 你將它兩個一比較 你立刻發現 咦? 互相矛盾 那如果你用《恩果定律》來鑑定 你知道《恩果定律》就是佛教的核心 之一 那你的核心之一裡面說 你在三界裡面全部都是講《恩果》 那你的阿美陀佛國土 不用問一定在三界裡面 它不是一元狀態 它不會是法界 它不會是成佛 它只不過是天界裡面其中一個 那你會發現 這個《冠無量壽經》所說的 說你的眾生會因應你自己的業力 因應你自己的修學程度 你的覺性智慧程度 來決定你去到西方紀樂國土之後 你的程度去到什麼位 就不會突然間突發慢進 你本來沒有那個覺性 然後突然間又開發到有 那這種這麼不符合那個《恩果定律》的情況 就是沒有的 而你會發現那個《冠無量壽經》就有的 它就說是要的 你一去到那個西方紀樂國土 就不同的 根據你的程度有不同的品位 那這個是符合《恩果定律》的 而《阿美陀佛經》裡面說的 那些一律不用收 即刻就 補多一生就可以成佛 或者已經屬於八地不退轉 菩薩可以脫離輪迴 這個是不可能的事 那你可能說不是 那你又說在西藏蜜宗裡面說 如果人死的時候 它會有 即當這個八十種的貪真痴一解散 你的身體進入解散程序的時候 你的覺性會突然出來 你會一撒那 就所有的覺性 正等正覺都湧現出來的 是啊 但是它只是一撒那 你如果收 你好像我們那個 我們講解那個《心經》的 在那個《心經》裡面 我們不是說 那個集裡面 我們收《心編》裡面的第七集 就講那個《心經》 講裡面有個個案 有一個叫Ellen 是一個西方人 他不懂法法的 那他就突然間入了這個狀態 但是他會 怎樣 因為他不懂法法 他就不會 他的程度不夠 完全不認知到這些是什麼 於是他就怎樣 退出來了 沒有了那個境界 我們一般所有的眾生都是一樣 就會一撒那 退出來了 你的所謂 突然間有那個覺性 不會持久的 你的正等正覺 因為你沒有這樣的 認知和修行過的 有一個認知 你沒有收過 你就是不懂的 所以你沒有收過無生法忍 你更加不懂得 去穩定這種狀態 是不是 那 所以為什麼 你去到西方極樂國土的 上品上生都要 立刻收無生法忍呢 就是說你沒有這個無生法忍 你都幾難可以 穩住這種 這種突然間出現的正等正覺的狀態 那就是說 你說你去到西方極樂國土 還在三界 你竟然就說你自己的正等正覺 可以這麼厲害 那這個是做不到的 還是傻 你說好像釋迦牟尼佛 收了這麼多勢 那當然可以 但是你說所有去得到的都可以 那就是不可能了 因為這個不可以騙及 所有一切眾生的 這個只是可能是極少數 收了很多勢 好像釋迦牟尼佛那些 那當然可以 那這個就是 兩個經比較之下 你就會知道 哪一個是有一些 的經的句語裡面 是被人散改過了 而淨土中的弘法者 就利用這些被散改過的 一些經典的語句 就將眾生那種 捨難取義的貪念激發出來 引致到極度迷信 還開了整個佛教 都退步到一個 不知所謂的地步 那這個就是沒法時期了 那十個的中派裡面 其實大部分那些重要的修行 都因此被廢除了 沒有了 大家都不收了 就以為正土中那個 念幾句佛號 就已經可以成佛了 於是就 開到整個佛教 都是變成沒法時期的狀態了 那包括正土中本身 《冠無量壽經》裡面的 《彌陀十六貫》的貫賞 都被他荒廢了 令自己中派的 他都夠膽荒廢 所以在《大保積經》裡面 立即牟尼佛對著他的大弟子 家業就這麼說 他說家業 你知不知道很多惡比丘 比丘就是出家人 其實很多惡性的那些修行人 或者出家人 他們都損壞我們的佛法 他說家業 你不是有九十五種外道 有這樣的本事能夠損害我們佛法 當時有九十五種外道 他說不是他們有這樣的能力 他們根本沒有這個能力 除了我修我佛法裡面的那些癡人 他們就有這種能力了 因為他假裝是我們修佛法的修行人 哥哥就相信他 然後他就亂說 於是就害到整個佛法都沒有 他說我說個比喻給你聽 這些能夠壞我佛法的人 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 等於獅子是壽終之王 他生前沒有人敢去挑戰他 和打贏他 就好像我們佛法一樣 就算挑戰我都打不贏的 就算死了 死了 還有一個屍體 其他野獸都不敢走過來吃 但是在獅子身裡面的那些蟲 就可以吃到這隻獅子了 就是說那些叫獅子蟲 就是他將這些在佛教裡面 說自己是修行人 說自己懂佛法 但其實他對那些佛法一招不通 亂說 害了整個所有的佛法和眾生的那些人 釋迦牟尼佛叫他做什麼 獅子蟲 好 就是說 釋迦牟尼佛還叫這些做癡人 愚癡那個癡 那我就叫他們做什麼 叫宗教狂熱症 或者叫思想偏差狂熱症 其實是癡的 闖出大禍了 就令佛法進入末法時期 我們現在就說一下 既然無生法忍這麼重要 那怎麼修 無生法忍修行的過程和目標是什麼 我們跟回經講 在大波野經初份卷三七八是這樣說的 他說 你要修無生法忍 首先你要修一種叫做安仇忍 忍就是信仇、認可、安住 他說 你這些所有菩薩 你發心 你初初發心說我一定要成法 我要救眾生 乃至到達成佛的時候 你都要修這個安仇忍 什麼來的? 就是說任何眾生來打你、害你、罵你、損毀你 你都要即時起動一個叫做審觀察 還要心裡生的一種慈敏心 那你才叫做安仇忍 另外一個就叫做觀察忍 就是說你要在想 究竟誰人用什麼 究竟是石頭、刀、什麼來害我呢? 誰是受害者呢? 你要在心裡 將這三樣東西 都要把它看成是沒有分別的 不要執著它 它只不過是所有 萬法裡的運行的一種狀態而已 它的自性本身 它的體性是空的 我們最俗性的那種空性的那種定義 就是講空性 空性非有非空 它現在這裡說就是無所有 它只是講到聖義空裡面 一個殊性的空性裡面 其中非有的部分 它這裡都講到明白了 都無所有 即是說非有 它還沒有講到非空的部分 它說如果這些菩薩 這樣去審觀察的時候 它就會如實了之 到所有的萬法的運行 其實都是空直的到最後 一切的法 你對於其他一切的法 除了這個諸行空直的想法 你就沒有再生第二種想法 不生而想 那就叫觀察忍 你即是觀察到諸法的運行 真實狀態 那你的覺性很厲害 它說如果你收得到 菩薩人收到這兩種忍 你圓滿到它 這兩種忍是什麼? 就是安壽忍和觀察忍 你如果圓滿到它 即是你可以到達彼岸 什麼叫菩羅蜜多 即是到達彼岸 那是什麼? 成佛 即是可以進入一緣狀態 其實我覺得這個翻譯 菩羅蜜多翻譯 做到達彼岸 這個彼岸 這兩個字 都好像有些實物在 彼岸 好像有個岸邊給你 其實都沒有譯得它那麼全神 不是那麼好 如果你說可以協助你進入一緣狀態 成佛 恢復正等正覺 這樣 就是說 你說可以讓你到達正等正覺的這個程度 這樣就不同了 這樣就會沒有了這個誤會在裡面 這個就叫做無相安忍 無相安忍的意思就是無心發忍 即是沒有任何東西被你執著到 沒有一個相狀 你安忍是一種沒有任何相狀 一切空直的那種狀態裡面 這樣就叫做無心發忍 那他說如果你做到 就等於你獲得 即是你證到 那你證到這個無心發忍 那這兩種的可以幫助你 恢復正等正覺的這個 兩種方法 這些兩種元素 要怎樣才可以收到呢 都是要用我們所教你的 修心程序 和修心與修行的方法才能收到的 那我們看一看 什麼叫妙菩提座 之前講過的 就是說你在成佛 那就是成佛 總之你由初發心做菩薩 你由成佛的時候 你就要做那個 到成佛的期間 你都要去收這個審觀察 這個審觀察就是我們所教你的 接受 接受就是安壽癮 即是接受提問 那就是屬於審 分析尋根 就是屬於什麼 觀察 觀察裡面的觀 對字就是屬於什麼 賊 那還要深生慈悯 即是生起慈悲心 這樣才叫做是收安壽癮 即是安壽癮的意思 就是你首先要接受 然後要審觀察 要深生慈悯 即是要卑自相運 整個過程你都要配空性 這樣才叫做收安壽癮 而收安壽癮的方法 我剛才說了 一定要用我們教你的 收心程序 這個收心程序 無論是在日常生活裡面的運行 以至你要收空性 非有非空的狀態 都要動用的 只不過你審觀察的對象有些不同了 在日常生活 我們的審觀察對象就是什麼 為什麼我會生氣貪真痴 為什麼我會收不到 我究竟有條什麼的劣根 搞到我這樣 如果你是收緊這個 無心反應的時候 你的審觀察的對象就是什麼 就是 咦 究竟 我可不可以安受到這件事呢 究竟我可不可以生氣到慈悲心呢 這樣 這些所有的我的行為裡面 有沒有符合到這個安壽癮的定義呢 如果你是收緊觀察癮 那你那個審觀察的對象 又多了些東西了 這些就是你 要懂的收心程序 五個步驟 和他的目標對象 來做調節的 那不夠的 還差很遠的 你還要生氣你的覺性才行 要不然你就會偏差 你會跌入環空的狀態 什麼叫生氣覺性呢 這個就是我們所教你的那套 叫做修心與修行的方法那套 第一 你先運用你的修心程序 跟著你要套用口訣 就是金剛經裡面所說的 不注意償 還有第二個口訣 應無所注意生其心 生起一種覺性 然後運用這些口訣來生起五致 還要將它配入空性非有非空 來生起我們那種覺性 即是菩提心 這樣才行 那這種修持方法 就可以彌補到無生法忍 著重收集空性非有的那種缺失了 部分 在《大般若經初訣卷三、七、六》裡面提到 所有的菩薩都應該收這兩種飲 而收的時候你要想辦法 令到那些煩惱不好生出來 又要灌到所有萬法的運行都不起 沒有生起 這種就叫做無生 而這種你做到的話 這種微妙的智慧 就等於我們所說的五致和畏 就是畏就是空性非有非空 那就是等於什麼 我們教你生起覺性的五個步驟的方法 這種覺性你要常無間斷 沒有間斷的 經常覺照著才行 這樣才叫做收得到或者證到無生法忍 有兩個字你要認住 一個叫做令字 一個叫做灌字 不同的 翻譯都不同了 一個令到煩惱不生 灌到諸法運行 其實都是不起的 好了 我們怎樣呢? 遲些我都會講解 兩種令到我們可以恢復正等正覺的那種方法和元素 就是都要運用到修心程序和修心與修行 而這個安壽隱呢? 其實我已經舉過例了 在前幾集 是怎樣運用 那你看回我們的慈悲心系列 第53、54、55集就有了 而無生法忍修行的過程和目標是什麼呢? 如果你是修安壽隱的話呢? 它的修行過程就是你要運用審觀察 來瞭解貪真痴的成因和怎樣治理它 就是對峙 目標就是我們要安住和接受眾生的加害 不要生起任何的煩惱和貪真痴 還要生起慈敏心 而這個安壽隱呢? 你修它的時候呢? 是有它的見解 它的修行過程 以及你怎樣實踐它的修行過程 也有它的結果 那麼我們就要 什麼的見解才可以收到這個安壽隱呢? 第一個見解就是你必須要安住在這種 惡果報現前之中 就是有這些惡果報出來 這樣你就要知道 它是屬於一種因果來的 你要第一種見解 這個因果是平等的 只不過我現在沒有神通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現在受這個惡果報 但是它事出必有因 你與其窮你一生去找個原因 你其實沒什麼時間了 很快就死了 那你不如用一些最珍貴的時間來修行 收一個平等聖志出來 有一個擁有一個見解 知道這是一個因果 我不去執著它 有第二種見解 你要安住 安住的時候你就會怎樣呢? 產生到定力 有定力就才可以協助你不產生貪真痴的角色 可以出來的 如果你很衝動就不行了 第三種見解就是 你要將這個安壽隱成為你的第一念 直到一百分證倒為止 你才可以更上一層樓更改你的第一念 第四種見解就是 你要同為一體 就是說一切萬事萬物和所有眾生 其實都同為一體 第五種見解就是 原生性空 是屬於法界體性的之一 其實所有法界的體性都是 原罪七生 原散七滅 就是說原罪原散這些東西 其實它是沒有定性的 不是永恆的 它的本體所以它的性真是空的 第六種見解就是 一切煩惱不生 就是說 如果你做到的話 一切煩惱不生 那你的心性就會怎樣 會趨向原滿 第七種見解就是 你要看一下你自己的 所有的思想 行為程式 你所有的行為裡面 究竟你有沒有 任何的著想或者執著 裡面 在你的五個資料庫裡面 有沒有一些根是你去執著著的 這個就是第七種見解 當我們將這七種見解成功建立 並且修和行它的話 通過修行我就可以變成七種覺醒 那我們要按住接受這些東西 並且生起七種見解 如果你做到的話 就等於你見到 了解 或者誤到 無生法隱裡面的安仇人 那你詳細看回我們的慈悲心系列第55集 好了 如果我們運用那個修心程序 即是接受 提問 分析 尋根對峙 即是經文裡面所說的審觀察 我們怎樣叫做 運行得它 運用得它 沒有掉沒有漏 即是沒有遺漏 是很完整的 不會掉漏的呢 我對於每一件事 都保證可以運用到這個審觀察的呢 那要有什麼元素呢 讓我可以容易跟著它 不會有遺漏呢 首先你要看看它有沒有一些 註上或者執著的根 在你的五個資料庫裡面 這個屬於我們剛才說的第七種見解 什麼來的 那些根 那些根是什麼來的 就是我們所說的十八屆 即是六層 六根 六色 六層即是六種塵埃 六種會令到你產生執著的那些塵埃 六根就是六種器官 你身體的六種器官 綠色就是六種功能 你的身體就利用這六種器官 和運用這六種的功能 將這六種塵埃 將它吸進去你的心裡 於是擾亂了你的心色 令到你鑄上和執著 於是你就怎樣 你大件事你就鑄上了 那這個詳細情況 你可以看回我們的慈悲心系列第七集 諸什麼上 諸我上、人上、眾生上、受者上、無法上和無非法上 這個看回我們以前的幾集有解釋的了 你就會執著這些東西了 我們如果能夠做到不住於上 令到五韻裡面的根不產生作用 那就為之無生 什麼叫無生 什麼叫無生 無生是什麼 什麼都空了它沒有 抹掉它 好像白癡一樣 看見到那個橙又不認識它 是橙 不是這樣 是怎樣 是只要你將五韻所有裡面的資料 附的資料 任何一種資料都不會成為根 什麼叫根 令你執著的根 那你如果能夠都不會執著於任何資料庫裡面的任何資料 任何資料都只是資料 不是根 不是令我墮落的根 這樣就叫無生 令到它不產生作用 就叫無生 無生就是這樣 就不是說什麼都沒有 明白嗎 就是說我們會令到你 有什麼根 會令到你下落投身惡趣的那些根 和令到你沒有辦法脫離輪迴的那些根 令到你沒有辦法成罰的那些根 全部在我的五個資料庫裡面 都將它變成一種 只是純粹資料 不是任何可以令我執著的根 這樣就叫不住於常 那就是了解到根的所在 你也要知道你有什麼執著 你才將它轉化成為不執著的資料 你怎麼轉化成為純粹資料呢 那就是說 如果你知道的 找得到它出來的 將它變化回的 即是擺對的位置 這樣就可以避免住上在這些根裡面 那這個就叫不住於常 是屬於我們收空性裡面 非有的那部分 非什麼有 即是沒有執著的根 沒有令我住上的根 純粹是資料 這樣就叫做非有 沒有的 沒有任何東西令我執著的 這樣就叫非有了 那這個是一般對空性 或者是收無生法印的一些教授方法 那至於坊間的人有沒有教到這麼深層呢 我不知道 只是非有它 是否已經可以教授到這麼深層呢 我就不知道了 但現在我教你 那還有 還有六種角性的 那就是說 你在做整個這個 修心程序裡面的審觀察裡面 你有沒有連結那六種角性的 你那個審觀察裡面有沒有這六種角性的 其實我們從第五十四集開始講 你可以看回 那就是這六種角性就是會令到你的角性生起 有什麼幫助 它可以令到你召見五韻皆空 什麼叫召見 召見的意思呢 就不是說刪除或者清除五韻裡面的所有的資料 而只不過是角召、召見、五韻裡面 所有的那些資料的體性都是空的 這些資料是會整天變的 不會永恆不變的 它的體性是空的 那這個就叫應無所主而生其心 那就是屬於我們空性裡面的非空的部分 非空就是什麼部分 就是角性 在說角性 那這個整個就是我們做審觀察的時候 要有的這六種角性 如果不是呢 你就會怎樣 哦 那你如果不是做到這樣 你就會很容易在做審觀察的時候 或者你做修行的時候 就會進合一種橫空的狀態 那就會困住你了 好了 那剛才就說了那個安壽隱 那我們現在說觀察隱 觀察隱的修行過程是什麼 是運用審觀察 來了解三輪體空 咦 跟安壽隱又有一點點不同了 那個審觀察的對象 是不是 好了 目標是什麼 就是如實了知 諸法空直 或者諸行空直 於一切法不生而上 你的目標就是要做到 了解到所有萬法的運行 其實它的本性 它的本體的性質都是空的 它什麼叫空啊 就是說它不是永恆不變的 它經常都在變遷的 那什麼叫做三輪體空啊 我們就講解一下三輪體空了 三輪體空就是說 施行者 有一個人去做那樣東西 一個叫承受者 有一個人去承受那樣東西 那就是做的那樣東西 那叫做施行物 施行者呢 他們又叫做能施 即是能夠去做到那樣東西 即是去做那樣東西的主角 受施 或者叫做所施 即是承受那個人 又叫做所施 或者受施 他受到這樣東西 施行物就是所施之物 即是在運用的那樣東西 那這個是什麼來的呢 我們舉個例子 是不是 譬如 你呢 就不小心 就打爛了人家一隻杯 哎 怎麼知道這隻杯 雖然就不是很貴重 但是原來這隻杯 就是那個人的心愛之物 也都可能是他的定情之物 或者是他那些很尊重的長者 或者是他爸媽 遺留或者送給他的東西 總之就 他很尊重的 這個人很尊重這隻杯 誰知道被你打爛了 那這個人呢 不知為什麼 一隻杯而已 值多少錢而已 他突然間 無名火氣氣得很厲害 就拿起一支沙藤 就打你 一邊打就一邊罵了 他說 我知道你是故意的 你知道我最喜歡這隻杯 最珍惜這隻杯 你說你自己不刻意打爛他 我覺得你是有意打爛他 來激怒我的 你這種人呢 不打你不醒的 我現在就打你這樣了 於是呢 他就打你了 打到你呢 就很生氣 你就覺得很冤枉 很委屈 有沒有搞錯 我真的不小心打爛 你幹嘛要冤枉我 說我是故意打爛他 我和你有多少深仇大恨 我真的沒有了 我不是真的有心的 你幹嘛要當眾侮辱我 拿條沙藏打我 那麼多人看著我被你打 你打到我 那些手臂啊腳啊 全部都是一些紅刃 那種痛和那種 那種紅的痕 那些都顯出來 還有那種醜 那種醜 那種醜就是 哇 那麼多人看著我被你打 很醜的喔 你有沒有搞錯啊 你 你用不用為了這隻杯 我穿得賠給你 你用不用 那麼兇打我 於是你就很生氣 很討厭 還有呢 每打你 他不是打你一疼 他打你很多疼 那個沙藏每打你一疼 你就很討厭那個沙藏 哇 你的沙藏 為什麼 別的東西打我都沒那麼痛 這隻沙藏 怎麼一打下去 哇 好像刺穿我的皮膚那種痛楚 你又很討厭那個沙藏 你又很討厭那個人 於是 好了 那麼 這一種這樣的情況 就對你來說 你能不能夠運用這個 無生法忍裡面的觀察忍 而觀察到這三樣東西 其實他的體性是空的 怎麼觀察啊 就這樣觀察的 完聚完散 什麼叫做完聚完散 這個人加這支沙藏 就在打你 一定會過去的 他不是打到你死 他也不是打到你死 他也不是打到你死之後繼續鞭屍 也不是說 你死了進棺材去 還在棺材挖出來打你 不是這樣 是不是 就是說那樣東西 就是當個完聚了 你真的不小心打壞一隻杯 人家就撿住沙藏 就打你 這就叫做完聚 什麼叫完散呢 完散的意思就是 始終會過去的 然後你回到家 那就沒有這個 那還會不會再繼續出現這個人 和支沙藏 然後又繼續當眾打你 是沒有的 散了 其實這件事是不會永恆不變的 如果在因果的法則裡面 為什麼那個人會打你 原來是這樣的 不過你兩個沒有神通 不過如果釋迦牟尼法在旁邊 他就會告訴你 原來你已經在以前的一百世裡面 就不知道哪一百世 總之就是總共有一百世 你曾經打爛過他最深愛的杯 這不是第一次的 這一世讓你看到的只有一次 原來前面有一百次 這個人最初還可以忍到 算了心痛一點 爛了 但是當他累積了一百世的怨氣 之後 終於到了現在的第一百世 你又打爛過一次 原來他所有這樣的怨恨 就在他打人的那個人的潛意識裡面 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 為了一隻杯 就會突然無名火起 拿著一支沙藏打人 原來他也按不住自己的衝動 原來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也不是故意想定 只要有一次你做錯事 我就會打你 他沒有這樣想定 原來這個人 原來他就是一種 因果法則裡面 他受制於因果法則裡面 的一個人 是一個心色 而突然間這樣衝動 就拿起一支沙藏打你 那你又不知道 原來積了一百世 這是第一百 第一百世你又不知道 你只是覺得有沒有搞錯 那一隻杯 用不需要那麼衝動打我 用不需要那麼出手那麼重 你只會這樣想 但是如果你是懂佛法 那就請你記住 你記住一件事 所有事情都不會無端端發生 他一定是有因 才會有現在的果 你現在只不過是受了果報 你也不需要去計較 為什麼呢 你無法計較 你現在在學佛 你想脫離輪迴 你計較就是脫離不了輪迴 你也不需要知道 讓我收到去山洞那裡 坐靜坐 收到可以看回之前的資料庫 看看究竟有多少勢 欠了他 你是沒有這個需要 因為你與其浪費時間 去找這些資料 你不如用時間來收集這個空性 快點脫離輪迴好過 恢復自己正等正覺好過 你為什麼要浪費精力 在一些不會幫到你的東西上面 是不是 當你現在有個電腦在旁邊 那些資料在電腦上 只要我打開電腦 就會找到幾百勢 你也不必浪費幾個小時 浪費幾個小時 來找一下哪一百勢 我當你有這些 將來的科技 可以給你翻查 你所有那麼多新的記憶都好 都沒有這個需要 這樣就必須執著 我要執著知道 我就是要知道哪一百勢 每一百勢發生什麼 我都要知道 這些就叫住上 這些就叫執著 那所以呢 你只需要知道一件事 他一定有個因 所以現在受那個果 你不要覺得不平等 你應該覺得很平等 非常平等 所以現在我受報了 他打的那種多大力 打了多少藤 每一藤會現多少紅痕 那些皮膚有多少被打到凸起 那些全部 他一定是事出必有因的 一定是那個力是剛剛好 不多不少 那些藤挑釁不多不少 你的痛楚不多不少 一定我告訴你 就絕對是相抵於你當日所欠他的東西的 有一分一毫的差別 這個是釋迦牟利佛說的 是沒有任何差別的 你就不要不訓他 他打多了我一分 這件事你都無謂 你都不用想了 你都無謂計較了 那其實呢 你本來呢 原罪原散呢 還了這一百世所欠落人的東西 本來呢 就了結了 本來沒事的了 本來就 哦 於是在我的善外業組合裡面 沒有了這個惡業了 還了 你本來已經減輕了你的負擔 其實就很好的 是不是 無奈呢 你的自尊心呢 你覺得受損 為什麼你的自尊心受損 因為你對佛法的認知不夠深刻 你不知道 也都不相信 或者不是深信 只是淺信 這一種這樣的因果法則 於是呢 你就不睡了 覺得自尊心受損了 於是就怎樣呢 那當然是希望報仇了 你要知道 這個原罪原散呢 其實如果你是熟悉那個因果法則 你很容易就解決了一件事 就是那個打你那個人呢 心沒事的了 他都打完你了 沒事了 這個時候報了 他的潛意識裡面 那一百世的 那種怨恨 突然間沒有了 哦 不再纏繞他 他不再整天 再累積多少世 突然來找你報 就是不會拔著你不放 那你就容易些修行了 是不是 本來就沒有了 那施行物那支藤條 本來都沒有了 打完了 那個藤條的功能完了 你如果肯放下這件事 本來都沒有了 本來你三樣東西呢 那種糾纏呢 都原罪原散 沒有的 本來是沒有的了 誰知道你呢 就執持不放 你就覺得 有沒有搞錯 你打我 傷了我自尊心 我要打你 或者我用另一些方式來報仇 於是便會沒完沒了 那這種的 互相糾纏的深色 和互相糾纏的那種報仇的方式呢 就會用什麼來顯現出來呢 就是 雙方繼續 輪迴的方式 那就是說你怎麼收都沒有用了 只是這件事 你就已經不用指意 收行成就到了 這麼嚴重嗎 當然 因為你執持不放 啊 我執持不放 有什麼後果這麼大件事 來 舉一個例子 當你現在呢 死了 啊 你就死了 你呢 本來根據你的善惡業組合 你的善業 你本來未來這一輩子 就可以做回人 不過呢 就是 功德不是很夠 也要投生做個人 但是這個人呢 你可以投生去一個家庭 都不錯的 中等家庭 都叫做好吃好住 都可以供書教學給你 你本來都覺得舒適的 本來你是做回人的 誰知道呢 你就在靈界裡飄蕩 你知道呢 初初人死了之後呢 他的心色就在靈界裡飄蕩 飄蕩飄蕩呢 哦 你就去了那個 拿藤條打理的那個人的家裡 因為你還記恨於他 所以很容易就去打理那個人的家裡 就看到打理那個人 然後呢 你就很想打那個 用藤條打理那個人的 那誰知道呢 那個打理那個人呢 他有一個 比較強的那個磁場 和那個深色的狀態 你埋不住他的身 你埋不住他的身 你打不到他 你當時 但是你看到那條藤條 哎 就是這條藤條 說打到我多痛 說我化了灰都認得你 我一定要消滅你這個藤條 於是呢 看著那條藤條的時候 就很生氣了 我又打不到那個打我那個人 你這個藤條呢 我告訴你 我化了什麼都好 我都要報這個仇 這個藤條我要化了它 我吃了你 我要吃了你這個藤條才行 那你那種的憎恨心呢 就激動得太 就是仇佑暫時報不到 但是看到這個藤條 就想出一下氣 於是呢 你那種的怨氣呢 就牽動了你那個善惡業 組合裡面的那些惡業 你那個惡業呢 本來下幾世呢 就要做畜生的 誰知道呢 就是本來下幾世呢 我接下來那一世不用的嘛 我還做人的嘛 我還有機會做人做一下 善事收一下行 我有機會化了下幾世做畜生 這件事嘛 誰知道因為你太生氣了 那你那種心力 你那種惡的 那種惡念 於是呢 就牽動到你的善惡業 裡面的惡業 那個做畜生的那一世的惡業 於是你吹一聲呢 就做了一條蟲 就負了在那條藤條上 於是呢 你還要拔大嘴 做了蟲 你還要拔大嘴 你還要記住要報仇 吃了那條藤條 就拔大嘴 就這樣吃 於是你吃一年 吃不完那條藤條 吃兩年 終於吃到第二十年 我吃完那條藤條 那條藤條呢 被我腐蝕到 碎了 變成粉 變成粉 我還是生氣 我還要生氣到 蟲已經快要受終了 他還要生氣到 我還未報仇 我還未報仇 你化做灰 我也要吃你的灰 那便死了 於是死了 死了下一生 會不會還可以引發他的善業呢 因為他臨世的時候還想著 藤條化了 灰 我也要吃那些灰 那他下一世可能又做一條蟲 不過周身毛 那他毛蟲去起的 會從地上摢坤 就氣一癢 然後你財腰 不超過吃 tee 於是 你隨便想到這種果報 對於你來說 是好還是不好呢 不用問也都是不好 那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後果呢 就因為你執持不放 如何執持不放 我要報這個仇 如果我暫時沒有能力打這個 報到這個打我的那個人 我都要在那件物件那裡報 因為那個物件令到我很生氣 令到我出醜 這個物件就算化了灰 我都要繼續 那就是說 你不就有段時間 都不脫掉那個畜生生 這個就叫做執持不放 就是這樣會累死你 這樣就會怎樣 你就會繼續輪迴下去 還會輪迴到畜生度 然後再下去就不知道什麼度了 那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原來這個三輪體空 就在說兩個主要眾生的一個糾纏 什麼糾纏? 是兩者心息上的糾纏 那好了 那施行物呢 為什麼施行物都要計算在三輪體空之內呢? 那剛才你聽完我的故事 你都應該明白多少 知道為什麼在三輪裡面 其中一樣東西 竟然是施行物 就是打人的藤條 都要當是其中的一個輪 那你就要看一下 在我的五個資料庫 即五韻裡面 究竟有沒有鑄上 或者執著一些根 而這些根是跟施行物有關的呢? 那這個就就是說 十八屆裡面的什麼? 六層六根六色 你有沒有鑄上 在我上 人上 眾生上 受者上 無法上 和無非法上 裡面 詳細情況可以看回 《慈悲心系列》第29集 那好了 我們一說六層 好嗎? 這六種塵埃都很恐怖 只有一條藤條 就可以讓你落出生道 還要死也不放 那這個六層可不可以解釋一下呢? 那其實詳細你可以看回我們的《慈悲心系列》第七集 但我今天呢 就會將這個六層用另一種的層次 和另一種的角度來解釋給你聽 六層就是六種會引發我們貪真癡 污染了我們深色的一些很細微和密佈的塵埃的意思 那這樣就分為色塵 即是一些物質性的塵埃 一些就是聲音性的塵埃 一些就是香就是聞到的塵埃 有些就是我們吃東西的味道的塵埃 一種就是我們接觸 就是摸一些東西的一些塵埃 有些就是發塵 即是我們深色上面的一些塵埃 那這六種我們都叫做六個賊 這六個賊入了我的深色之後 就會害死我的 那就叫做六個賊 那這六個賊是透過什麼門途徑進入我們的深色之內 那眼 透過眼 我們的耳 我們的鼻 我們的鼻 我們的舌 我們的身體 我們的耳 我們的腦部 我們都沒有了 這六個器官 這六個器官 這六個器官就要有些功能才可以的 就有分眼色 耳色 鼻色 舌色 身色 和意識 這六個就叫做六種功能 我的身體 那六個器官 就透過這六種功能 就向外呢 就黏了 或者吸了這些六個塵埃 或者引誘了這六個賊 就進去我的深色那裏 搞出事了 那你們看真點 這些的意識呢 其實 最重要的那個主角是誰 是我們的意識 是我們的意識 指示這些去官 去收集這些層埃 或者吸這些層埃 回到來的嘛 然後吸了進去之後 由我的意識 去做以下幾樣東西的 第一 我會將資料做判斷 跟著呢 我就會根據這些判斷 我就會生起情緒的了 跟著我就會根據這些情緒 我就會行動的了 那根據這些行動呢 我就會產生因果業力的了 那跟著呢 這些這樣的 我的行動又會化成一種叫做行為程式 就成為資料 就放在我的五個資料庫 就是叫五穩 就是識穩、受穩、想穩、行穩和識穩 就是說無論 我的感受也好 我的思想 我的行為 我的意識 所有對於外在的一些所有的形象 所有這些東西 這些的資料呢 都會進去我的心了 這五種 這五種的資料呢 它會成為一種習慣性 儲存在我的資料庫裡 那我這六個塵埃 加這六個器官呢 其實就是十二個 我們叫做十二處 那如果再加上那六種功能呢 就是六加六加六呢 就叫做十八了 十八界 就叫做十八界 這十八樣東西 就是一個界線 或者一個 一個可以 你說是一個圓也好 它可以是一個界定 一個界限 也都是一個界線 或者是一個圓 它會造成我們很多的局限 那這些局限 就會令到我們沒有辦法 脫離輪迴和成佛 至於那六個塵埃 和那六個器官呢 我們就叫做十二處 那十二 十二樣東西 就會令到我們 產生局限的 我們現在看看 這個意識 就是指示器官收集資料 那接著它就會怎樣呢 它就會送去大佬處理 那它就會 首先送去什麼 就是一個思考的部門 跟著呢 你思考完之後呢 好了 我們就會將它分門別類 有些就放在短期記憶 有些就會放在一個 珍貴的文物保存區 什麼來的 就是說 你感到印象深刻的一些長期記憶 就例如那支沙藤 那支沙藤呢 其實就不是珍貴的文物來的 為什麼我會放在珍貴的文件 保存區 將它變成一個長期記憶 不停黏著我 搞到我生生世世都記住那條藤條 以後見到藤條呢 我又會發瘋了 那些貪真資都出來了 那為什麼我會這樣做呢 它很珍貴嗎 原來呢 是因為令你印象深刻 本來這個會令到你 下三惡道 就是做畜生的這一件事 你應該當垃圾那樣 快點砍掉它 就不要執著著它 就是因為你 執著著它 竟然把它放在一些珍貴的文物保存區 將它當成長期記憶的放在那裡 於是生生世世都成為令你下三惡道記 一樣東西 那個根 變成一條根 那所以呢 我們就要小心了 在我們的修行過程裡面 我們是不應該 將這些不應該放的東西 放在一個珍貴的文物區 保存區的長期記憶裡面 那為什麼會有一個叫短期記憶呢 如果你是不注於上的 這條藤條就會是 連短期記憶都沒有 我都不放的 我經過思考之後 已經沒有了這件事了 不需要放在記憶 連短期記憶都不放 但是你呢 就不同了 還要放在最珍貴那裡 於是你出事了 那所以這個意識 指使一些器官去收集資料的時候 其實是用我們個人的意志 很選擇性地去收取資訊的 我們不是什麼資訊都收的 是經過你自己的個人意志 來去選擇性地去收的 你對於這些資料的收借 哪些要哪些不要的取捨 其實你是有偏見的 你偏頗的 還有 大腦還有一種 是他會捏造一些假的資料 為什麼捏造假的資料呢 就是說 譬如你呢 就被隔壁的人慫恿幾句 他就說 其實我告訴你 他想打你很久了 你那個仇人呢 他拿些砂糖借一些耳打你 什麼珍貴的杯 騙你而已 他很討厭你 他想借一些東西打你而已 於是呢 你就會在腦袋裡 立刻就捏造更多的假的資料 這個是壞人 這個人的貪心資很重 他捏造了一些資料 說那隻杯是他最珍貴 其實是假的 他呢 就所以來害我了 所以這個仇 我要多加幾兩重 本來我討厭他10分 經過那個人說完之後 我討厭他20分 我多加10分 這些加多了10分 以及與事實不相符的 這些東西呢 就是你的腦所製造出來的虛假資料 我們就叫做假資料 好了 這些假資料 通常就是因為呢 為什麼會製造出來呢 你就想它分門別類 你想要認知這件事 我要認知它為一種仇恨 它值多少分呢 20分 放在極珍貴的文物保存區那裡 成為長期的記憶 終之長期 這樣 因為20分 你就為了要歸類 你就會捏造一些東西 那這個呢 這種狀態 這種情況 我們就叫做我執 或者叫做著上 那就是屬於 我們思想上出現偏差的 第一種情況 好了 跟著 另外一種呢 就叫做強烈的情緒 原來都會干擾我們的記憶力的 什麼叫做強烈的情緒 例如呢 在 有一些很多 那些心理學家 或者行為學家 就走去做研究 就發現呢 原來在搶劫 或者暴力的現場裡面 就有個目擊者 那些警察呢 就當然是找個目擊者 你說一說 當時的情況是怎樣 那他們根據所搜查回來的個案 做了統計之後 就發現所有大部分這些目擊者 當他們 你叫他們描述空手的那個特徵的時候 原來他們都會各自因為他們的驚恐啊 或者驚嚇呢 他們的記憶力呢 竟然呢 是擺錯位 就不是擺在那個兇手的 他身高多少啊 他穿什麼色衣啊 他肥定瘦 他不是擺這些位 原來呢 他就擺在空氣那裡 哇 他看到那把刀 那個人砍人的時候 那把刀又利又尖又長 哇 每一刀一刀呢 那些血就剪了出來 然後那個被刀那個人狂叫 在那裡哭 那麼呢 他就說很恐怖很恐怖 嚇得我好緊要好緊要 我只是看到那個刀呢 不斷插下插下插下插了很多 我只是看到那把刀而已 其他那些東西呢 那個兇手 怎樣的樣子啊 有沒有鬍鬍啊 或者他有什麼特徵啊 我全部都見不到啊 我記不回啊 我的記憶只是記住那件空氣而已 那麼呢 那個調查就發現了 哦 原來呢 那個記憶是受情緒所影響 干擾了你的記憶 你已經記不回那個兇手的樣子了 這一種空氣 你只是記住空氣的 這件事我們就叫什麼 色塵 色就是物質 物質屬於一種物質的塵埃 你的情緒就屬於發塵了 就影響了你的記憶了 那這個就屬於第二種 就是情緒影響 牽連其他的塵埃都出現了 好了 那為什麼在強烈的情緒 或者執著之下 我們很難來去進行一些有效的溝通呢 原來 舉一個例子 有很多個案搜集出來 分析了之後 他們都發現一樣東西 舉一個例子 例如呢 父母就很生氣 很生氣 很生氣呢 他在管教那些小孩的時候 他太生氣 那當然可能又罵 用詞就很強烈 可能又打 那些力度又很厲害 那你如果訪問那些小孩 你會發覺他們的長期記憶 記得什麼呢 我父母很生氣 罵我打我 打我那些是什麼 用砂糖 或者用什麼 用木棍 打我 打到我傷了 他只記得這些 然後呢 你問他 你父母為什麼打你呢 這些他不記得 被打的原因就不記得了 不過 父母那個惡樣 和打我的那些東西 用什麼來打我的那些東西 他又記得很清楚 還是長期記憶 收入去那個珍貴文物保存區那裡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所說的 強烈的情緒 會干擾我們記憶力的一件事 雙方 就是你和你的父母的 心性和判斷能力 其實都扭曲了 好了 那我們現在看看 私行物裡面 還有一種叫辱罵 即是罵你 用粗口罵你 用些很不乾淨的說話罵你 諸如此類 總之是罵你 這一種就叫語言遮蔽效應 什麼叫語言遮蔽效應呢 即是呢 在你的回憶裡面 即是你想回憶回曾經所發生的事情 你會發覺那些聲音呢 是會影響你的 什麼聲音呢 如果罵你那些東西呢 如果罵得你很痛 那樣東西是你連個心都痛了 你會將那樣東西呢 是誇大而扭曲了 還有 又舉一個例子 就算當你不是罵你 不是辱罵 普通聲音 我們叫做聲塵 普通的 就是 譬如呢 有件事發生了 於是呢 人家就跟你說 麻煩你多說一次給我聽 這樣 於是呢 你就會 在你的記憶裡面 重新塑造過這些記憶 然後將它表達出來 那你就會在表達的過程裡面 你很容易會加多一些東西 譬如你告訴你的太太 和告訴你的小兒子 可能會有不同的版本 可能你告訴你的兒子 你會扣起一點 唉這個太暴力了 這個太陳癮了 這個不行 但是你告訴你的太太 你可能會加多幾前欲 嘩 我看到那把刀斬下去 好可怕 那你又加了 那些血 占到 軟到不知幾多障元 於是你就一尾在那裏 塑造你的記憶 結果呢 就會發現一件事 你將來的記憶 就會用你現在描述的情況 來取代你原有的記憶 即是你原有真實情況發生的 你本來都記到八成的 就會一路退下去變成六成 變成五成 就用什麼來取而代之 就用你自己重新塑造的那種描述 取代了 那這種就叫做語言遮蔽效應 即是那件事你的記憶已經不真實了 最令人吃驚的 在那個調查裡面 在那些個案調查裡面 發現那些 那些專家發現 就是同一樣東西 同一個人 說了很多次之後 他那個版本就跟他原來最先那個版本 第一那個版本 距離越來越遠 那就是他越說 就越加多些鹽 加多些醋 或者又抽起一些精華 或者有些重要的東西又抽起他 然後 整整一下 變了樣子了 那就是說這個語言遮蔽效應 不只發生在自己的描述那裡 其他人的描述都是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那就有個人 大家都是事發現場的了 大家都是目擊者 那你就說完了 那就到他講了 他講呢 又跟你的版本有些不同 那你想想想 難道我的記錯是他那些才對 於是你就會用他講的版本 就取代了你的版本 於是你的記憶又變了型 那所以呢 當其他人描述他自己所認知的事實跟你不同的時候 你為了解決這種矛盾的時候 通常 那些人都會怎樣呢 就會偷偷地改了自己的記憶 改了一些細節 來符合大多數人的想法 這些就是屬於大佬的一種叫做自我欺騙的一種情況來的 我們的大佬會自己懂得做的 這一種我們叫做什麼 星塵 就是他竟然可以深入去你的意識裡面 改變你的記憶 甚至你因為那個記憶不同了 你也都改了你自己的行為程式 都會有的 那就叫星塵 第三種 好了 接著 還有一件事 這個意識原來會自我建構的 原來自己製造的東西出來都可以的 那記憶其實是一種什麼來的 建構自我的一個過程來的 所有發生過的事情 以及我們內在對這件事的解讀 或者解釋 其實都會建構我這個人本身的一種自我認同 即是說 你就看了一件事 譬如你看了一本書 看完一本書之後 你一直在解讀 那個作者其實是想表達什麼 於是你就會用你自己的解釋 以及你自己的詮釋去想那本書 和作者的意向和作用 那些東西 於是你就會可能拿了那些東西 來去重新建構過你自己的一套思想 那就叫做自我認同 其實那個是不是真的原本那本書 想你認同的東西 或者他所表達的東西是未必的 其實你是自己的那個認同 來的 因此記憶原本 本身就是一個再創造的一個過程 來的 那比起一個客觀的真實的現實 其實是不同的 眾生其實會更加相信他自己腦裡面 所編出來的故事 還有 他還有 因為呢 除了自我認同 還有一個叫做社會認同 他自己這樣想 然後又看看別人怎麼想 然後又把它混在一起 那又變成了另一件事 所以你會發覺意識是一個 經常都在自我建構的一件事 壞處是什麼呢 就是你很容易產生一些執著 或者著想 和事實不相符 不客觀 你和這些這樣的自我建構 如果是偏差了的話 他會成為你不斷輪迴的一種原因 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 既然他可以自我建構 你可以建構壞的東西 也可以建構壞的東西 也可以建構好的東西 甚至有些可以幫我脫離輪迴的東西都可以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透過不同的認知和解讀 為自己創造一個更加美好的記憶 所以我們擺東西 真的擺到那個珍貴的長期保護庫 那個保存庫那裏 應該是擺一些好東西 又不要擺一些壞東西 所以其實呢 有一些功能可以協助我們 去做一些可以脫離輪迴的收容方法 那這一種就叫做發塵 即是發塵也有分好還是壞 那如果你是好劇就不是叫塵的了 那叫什麼呢 我們等一下說一下 這個就叫做第四種 第四種會擾亂我們思想的東西 那我們看一下 你剛才說有一些自我建構 可以訓練我們的意識 幫助我們協助我們脫離輪迴的 有些收容方法可以協助我們 那我可不可以舉個例子 這樣好 舉個例子 譬如你就做錯了一件事 那件事都挺嚴重的 傷害得別人很重要的 你做錯了 不做都做了 那於是呢 你呢 就應該要怎樣去呢 你究竟是扔心扔肺 這樣來去罵自己 還是你是通過一些收行的方法 去處理這件事呢 那怎樣處理啊 怎樣才可以 哪一套方法才可以幫到我們脫離輪迴啊 舉個例子 你應該是以平等聖智作出寬恕 你要記住寬恕 就不只是我寬恕別人 你也可以寬恕自己 那就是說 現在是你做錯事 那你就寬恕自己 如果別人做錯事呢 你就要寬恕別人了 如果這個個案是說你自己做錯事 那我就要用平等聖智 寬恕自己 也寬恕別人 你不可以只是寬恕自己 不寬恕別人 在你寬恕自己的同事 你要有另一個角性出來的 就是想 唉我今天做錯這件事 我要寬恕我自己 令我自己有一個重獲生生的機會 如果將來有些眾生 或者在這個世間上 所有的眾生 如果都犯同樣的錯誤 如果他是加害於我的 我都要寬恕他們 如果他是加害於其他人的 我都要寬恕他們 希望他們能夠改過 重新建構自己 而不會再重複這件事 我都要幫這個人 可以達到這個程度 如果是我認識的人 我除了寬恕他 我也要幫他走回正道 讓他不要再重複這件事 就好像幫我自己走回正道一樣 即是說你什麼叫平等聖智 你怎樣寬恕自己 你就要怎樣寬恕人 你每次寬恕自己的時候 都要記得 譬如你向著佛菩薩討告 我決定寬恕我自己 那用什麼來寬恕 當然有後續的行為補救 各樣的 先說寬恕這件事 你就要說同一個佛菩薩 我亦都會同樣寬恕所有眾生 他們如果都犯我同一個錯誤 或者是令到我受損 我都要寬恕他 無論他是令誰受損 令我爸爸媽媽 還是我最愛的人受損 我都要寬恕他 這樣才是真正的寬恕 這樣才叫平等 好像天平一樣要兩邊平衡 如果你只是寬恕自己 不寬恕人 你這個修行不是叫做平等聖志 你叫做不平等 所以我們要以平等聖志 作出這個寬恕 好了 然後我們以妙觀察智 作出懺悔和補償 那我就要運用我的妙觀察智 就去看看分析 又尋根 就來做懺悔 你尋不到根 你將來就會重犯 那怎麼辦是屬於懺悔 那你的懺悔要很認真 要用審觀察來做 要用妙觀察智來做 那你要補償別人的 所有事情都要平等聖志 你不可以只是做懺悔 那就算了 那個懺悔要有補償 你損害了別人的什麼 你就要補償別人的什麼 你補償得不足夠的時候 他就會帶到下一輩子 對你不利的 你損害了 就會突然又補償在你身上 你就會很痛苦 所以我們就要懺悔 還有要做補償 而這個一定要用妙觀察智 才可以做到平衡和不遺漏 所以你又要做 然後你要以誠所作智 誠所作智就是一種智慧 能夠做得到圓滿那樣東西 不是空中留角 想完之後都不做的 你就真的做 而又做到才行 那你就要以誠所作智 來修改你自己的行為程式 如果修改到 那就是好了 你又要以大圓鏡置 作出一些空性非有的三輪體空 什麼叫大圓鏡置 就是說你要收空性 空性就是又大又圓又滿 它裡面有一個叫非有 就是三輪體空的收法 那我就要根據這個 這個無生法癮裡面要收兩個人 一個叫安壽癮 一個叫觀察癮 那觀察癮裡面 就是要收三輪體空 那我就一定要收三輪體空了 如果我收到三輪體空 三個輪都可以不再成為 令我下墮頭生的根 在我的資料庫裡面 它只是純屬資料 不是一種會引致我下墮頭生的 一些不好的東西 也不是一些執著的話 那就是你做到三輪體空了 那你就是圓滿了你的大圓鏡置 因為現在我們正在教你收什麼 教你收這個無生法人 那你當然是用它做主角 是不是 那你就要以法界體性自作出 空性非有非空的角性提升 教了你七種角性 你要提升這七種角性才行 那於是我們如果做到 就是這個法界體性自 那就是說 我怎樣在我的意識裡面 自我建構成為一種東西 這種東西就不是讓我會下墮頭生 但是它會讓我提升角性 甚至可以解脫離輪迴的 那些東西是什麼 就是現在我說的這五樣東西 你整個意識 你幫我將它自我建構成為這五樣東西 那就會包含了整個無生法人在裡面 那就是無生法人都要堪在這裡來收的 無生法人有兩樣 安壽忍和觀察忍 那因為現在我在教觀察忍 所以我不是把三輪體空堪在裡面 就是這樣教了 那你自己就可以堪很多東西下去都可以了 當然是正式式加謀離佛教的教法才行 那這一堆東西 就是可以利用意識的自我建構 變成一些好東西來幫你 我們可以透過不同的認知和解讀 為自己創造出一個更美好的記憶 我們要的美好的記憶 放在我們那個長期珍藏的寶庫裡面就是這些 就不是那些亂擺那些 什麼叫亂擺那些 就是不是放一些法塵 例如內心就只顧著充滿著 慚愧、內疚、感覺恥欲、灰心、沮喪、失望、退轉、沒有勇氣面對 這些負面情緒我們就不放這些下去了 我們全部都要正向的 所有擺的東西 全部都要擺一些和佛法有關 還要是最高的無心法人 還有非有非空、空性的東西 其他那些我們不會亂擺的 就是說我們就會將這些法塵轉變成為法樂 如果我們能夠做到這五樣東西 那我們就會有一種法樂 和法樂無異的一種感受就會生氣了 那就是說意識的自我建構究竟是一個法塵 還是一個法樂呢 就取決於你懂不懂得運用這些思想上的特性 它的特性可以是一種偏差 也可以是一種提升 或者是教正 教正正確它 這個就是調教了 第五個就叫強制結果都認同 什麼來的呢 原來我們的思想有一個特性 有時候譬如你一不小心 你就很容易有可能 就用了別人的想法 來取代你自己的想法 這樣呢 因為你聽起來覺得它有道理 你就拿來用 就取代了你自己的思想 所以如果你亂拿來取代 又不肯定它是不是對 總之覺得喜歡你就拿的時候 其實你是會成為一個法塵 擾亂了你整個真正的思維 這樣是不好的 例如有些人很不小心 就拿了別人的故事或者罪述 然後呢 就令到自己陷入了一種 無謂的罪疚感裡面 其實呢 你自己根本就沒有犯過這些罪過的 你又當自己有 舉一個例子 那就 有三個人了 一個A 一個B 你就是C 那你三個人就在那裡聊天 講講講講講講 突然間呢 B就哭了起來 哭得很淒涼 還呢 立刻起床離席而走 不理你兩個了 於是呢 A呢 就跟你講 一天都是你啦 你剛才講了一堆東西 例如這堆這堆這堆 你呢 搞哭了他 你知不知道 人家呢 其實是不想聽這些東西的 你就是講這些東西 你搞到他哭 你就是不對 於是你有些罪疚感 但是跟事實相符 哦 原來又不是 就是B呢 不是生氣你 你是C 也不是生氣你說的話 他就是生氣A 但是A呢 就把那隻鑊 寫給你 於是呢 你就產生了 內心就產生了一些罪疚感 那這些罪疚感呢 如果再多幾樣 經常都是這樣 你就會不敢說話的了 你的思想就開始改了 行為程式開始說 哎 原來我開口 看著你 第二天我見到B呢 我不出聲 不說話 誰知道B呢 看到你經常不出聲 不說話呢 他又以為你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他又在那裡內疚了 那於是就是這樣 互相糾纏 那些心色 還是向著不好的方向糾纏 那所以呢 我們就要記住 所有事情呢 我們都是要 不要隨便拿了別人所說的 描述的那樣東西 覺得合理 於是就取代了自己的思維 這是不好的 這個叫強制結果的那種認同 就叫做發塵 也是發塵的一種 那個壞處呢 就是他容易被影響 被控制 就是如果你經常都有這種 發塵出現的話呢 你就會很容易被影響 或者被控制了 你會很容易喪失理性的分析 你的覺醒就會沒有辦法生起了 那好處是什麼呢 好處你不是可以透過日常生活 24小時的強制性訓練自己的那種意識 那令到自己更換成為一套呢 可以幫助你貼雷輪迴 或者成佛的一種思想模式和習慣 我們修行就是利用這種特性 修行就是這樣 日修夜修 修到的是為止 好了 那就是說原來我們的思想 或者我們的心色的偏差有五種 我再說一次 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意識指使器官收集資料 純粹以個人的意志選擇性地收取資訊的這一種偏差 第二個就是當強烈的情緒出現的時候 它是會強烈地干擾我們的記憶和我們的思想 第三 語言的遮蔽效應 第四就是意識的自我建構 第五就是強制結果的認同 這五樣東西在心理學上 就是叫做思想行為程式的解構 那我是跟回它那個心理學上的五種來解釋給你聽的 這五種的令到思想偏差的這五樣東西 是可以左右和困擾著我們的思想的 會令到我們的思想偏離 妨礙我們的心色淨化的一些塵埃 阻礙我們 所以我們又叫它做法塵 好了 我們又說回了 原來這六個賊 就是通過我們那六個器官 運用我們那六種的功能 而教出來的 而意識才是主角 這樣令到眾生沒有辦法脫離輪迴的主角是誰 不用問了 就是你自己的意識 這個意識 原來它會把資料做判斷 那是因為它用什麼 如果你是用我側或者註相 來把資料做判斷 那你就第一步已經錯了 所以我們應該要用什麼 不住於想 那就不會把資料判斷錯誤 第二 你然後就會根據這些判斷而生氣情緒 如果一生氣情緒 那你那個強力的情緒就會干擾你的記憶力 那就是你要避免 避免一些強力的情緒生氣 那根據這些情緒和思想 你就會行動了 那例如這個語言的遮蔽效應 意識的自我建構和強制結果的認同 這些都會令到我們做錯事 於是我就會因為做錯事 我就會產生這個因果業力 那根據行為程式 我們五個資料庫的五穩 又擺錯東西了 我們就擺了那些東西 還成為我們一個什麼 習慣 一直在用一個習慣 五種習慣來累積這些不好的東西 那所以我們就沒有辦法 脫離輪迴或者懲罰 那就是說意識是主角 而它所運作的模式 就是我剛才說的那種模式 那好吧 那主角是意識 但是意識又受著這麼多因素 我沒有所包圍和干擾 包括那五個資料庫 包括那五個資料庫 即是以前積落那些又影響我 現在積緊那些又影響我 那所以心經裡面就這樣說 如果你用覺醒來去照見五穩皆空的話 你就可以脫離輪迴或者成佛了 那我怎樣才可以做到用覺醒 照見五穩皆空呢 那這個其實就是我們成佛的口訣了 那我們怎樣才可以拆解這些 會引致我們輪迴 但是它又無處不在 又已經集以為常 又已經是屬於我們行為程式的一部分 又已經躲在我們五穩內在裡面的六種塵埃 五穩就是我們內在的東西 擺了很多塵埃 外在也有六種塵埃在等著我 內在外在夾擊 那我怎樣化解它呢 那我們就現在看看 所以在我們的修行過程裡面 我們為了要避免在日常生活裡面 經常產生一些執著或者注射 令到我們自己將來在死亡的時候 沒有辦法掌握千載難逢的 一元狀態的覺醒的顯現 我不是以前說過它會顯現的嗎 我們就一定要訓練我們自己 對三種最主要引發輪迴的情況 我們要處理它 哪三種就是三輪 就是釋迦牟尼佛在佛經裡面所說的觀察人 你要審觀察這三個輪 剛才說的三輪 就是施行者、承受者和施行物這三個東西 好了 那我們就要用原生性空做基礎 審觀察它的時候 我們要如實地了知 所有這些諸法的運行其實都是空殖的 它的體性是空的 轉眼睫過沒有了 它不會永遠存在的 原罪 它就在這裏 就生 原罪測生 原散呢 測滅 就沒有了 所以呢 我們就要認清這件事 對於一切法 都要了知它是諸行空殖 不會再生起任何其他的意想 即是說它不是空殖的 這些意想千萬不要生起 好了 那我們做審觀察 什麼叫審觀察 就是我們的修心程序裡面的接受 提問就是審 分析尋根就是觀 對峙就是賊 那這個呢 這個審觀察的對象 今次的對象是什麼 是三輪體空 好了 如實了知它是諸行空殖的話呢 那就於一切法不生而想的話 如果你符合到釋迦謀佛 在這個經裡面說的話呢 那就是你收到那個觀察印了 那這個觀察印的修行過程 就是要運用審觀察 來了解三輪體空 目標就是如實了知 諸行空殖 於一切法不生而想 那就為之觀察印了 而這個三個輪呢 就要記住它是原罪 原散 就不要再撿住它不放了 那呢 我們現在看一下 那這個觀察印 它的修行過程就是 運用審觀察 來瞭解三輪體空 那有什麼好處呢 它可以清淨我們的誤運 我們那五個資料庫 識運、授運、上運、行運、識運 的所有這些資料 我們都可以清淨它 怎麼清淨啊 就是本來是一條根 我是會執著著它的 現在就變成 純屬知了 地方在知了庫 沒有任何不正當的牽連或偏差或執著 絕對是知了就是知了 不是令我會下墮頭生的根 這樣就叫清淨不暈了 明白嗎 好了 還有我們要收窄空性的非有 三輪體空就算被你收到頂級最厲害了 都只是屬於空性裡面的非有 你還沒有非空的部分 國性的部分 這個就是它的效果 好了 什麼效果就是你如果能夠如實了之 諸行空直於一切法 它全部都是一圓狀態 不是二圓以上的東西來的 這樣解 於一切法畢生異想 什麼叫異想 異想就是二圓以上的東西 你一有二圓以上的東西 你就進入不到一圓狀態 進入不到一圓狀態 就是成不了佛 所以這句話 如果你是用這樣來解釋 你的層次又提高了很多 即是說我們修改我們的思想 或者心思上的行為程式 不會在一切時 或者日常生活 或者死亡的時候 再生起有任何的執著 或者著上的異想之中 什麼叫異想 為什麼不要生起異想 為什麼我要在日常生活裡面 經常要訓練這件事 有什麼好處 你知道你死的時候 面對千變萬化的狀態 而且那時候你沒有了一個肉身 只有一個心色 隨時黏著某些物質 或者某些執著 就會令到我們黏著某些物質 就會投胎 投胎不好的地方 很難都脫不出來的 很慘的 是不是還可以有人 這麼詳細解釋佛法給你聽 讓你可以脫出來 又未必的 你現在可以聽到我的佛法講解 我不知道你下一世有沒有機會聽到 就算有很多人今世在 他都未必看到我所說的 不要說你下一世 那你今世這麼有福報 聽到 那你就要正式 真的要執行去實踐 不然你就會變浪費 所以我們就要畢生異想 不要再想其他事情 什麼都沒有想 只想著一元狀態 怎樣可以如實了之 諸行空直 然後運用在我的日常生活裡面 讓他就不要去 在我最危急的時候 忽然有些異想走出來 那你就害了我 所以這個就是效果 好了 那有些人就問 那是不是我們對任何事物都可以 有一種一切空直的思想或者想法呢 如果我這樣做 那我日常生活的活動 怎麼運行 一切空直 那我不會動的了 其實剛才也有教過你了 你要知道 我們那個行為程式 是怎麼會產生的呢 其實有很多行為程式 就是躲在你的五穩 你的五個資料庫那裡 那又要什麼時候生出來呢 有些是外來 有些是內在 你突然間忽發其想 那就生起那種行為 是不是 也有可能是外來的 產生一些干擾或者刺激 那有個圓就出來了 那這個圓就刺激到你的行為程式 那你的行為程式的運作其實是怎樣的 原來先有個第一念 那這個第一念有個特性 其實它還 什麼叫第一念 就是未曾作出任何連結的行動的那個 就叫第一念 那這個第一念的解釋 你可以看回我們的慈悲心系列第五十四集 好了第二念 那有個第二念出來 第二念呢 就是開始預備做連結了 因應著第一念 而我開始做連結了 第一念就是這樣的 那我就因應著第一念是這樣 我現在預備去做連結了 預備而已 準備而已 還沒連結的 第三念 第三念就正式了 我現在正式進去我的五個資料庫 那個五穩那裏呢 去找資料 找對的資料 即是連結了 是不是 還有一些希望 你還有一些希望 你那五個資料庫全部都是正確無誤的 那你找極都是對的資料 那你連結極都是一定對的資料 那你就沒事了 你照見五穩皆空的 你照見你所有的資料 全部都是正確無誤的 不是 不是空無 什麼都空了 變成白癡 橙都不知道是橙 你是知道的 那些資料是正確無誤的 沒有任何的偏差 也不是任何的根 拔著你下墮頭身的那些根 令到你情緒激動的那些根 沒有了 沒有了這些根 照見五穩皆空 全部資料 皆是正確無誤的 不偏差的資料 並無任何牽引在內 好了 那於是你正式第三念 你就去找 看看你的資料 割照得它有多麼整理 多麼完美 完滿 好了 那於是這個第三念 就形成你思想 已經是屬於意義的行為 它就是形成你思想的東西 你去資料庫找完一堆東西之後 你又自我建構了一種 加上那些新的材料 你又會建構成一個新的 的思想的了 你會 那這個其實是形成思想 屬於一意義的行為 的初型來的了 好了 那 進一步就 接著會決定你的下一步行為 你的新與意義的行為 它會決定你的行為 好了 第一念和第二念 就是屬於覺性 第三念 就叫思想 所以 覺性和思想的分別在哪裡 覺性呢 是未曾採取任何行動 而且 開始預備連結 即還未連結 但是思想 就是屬於 已經什麼叫思想 思想就是成了形那些的了 就是說它已經去到 五個資料庫 那裡找到資料 已經開始成形了 好了 你會發現 思想呢 是屬於一些比較低一些層次的念來的 由於呢 受到五種思想或者深色的偏差所影響 就是剛才說的五種 所以它很容易呢 就會引發一些執著 和著上的情況 所以經常說要不著於上 不著於上 那你也有一套方法教我 不著於上 你經常教我 不執著就可以了 你放下 你不執著就可以了 喂 很空泛 如何不執著又如何不著上 現在就拆解給你看了 原來呢 我們的行為程式呢 有第一念 第二念 第三念 第三念 就是屬於思想 很容易呢 就令到我們呢 會有偏差和糾纏和註相 就在這個位置出現的了 好了 那麼 並且呢 一旦進入了糾纏之後呢 你就會無法 或者非常之困難 在這個漩渦裡面抽離 上司你經常都叫我 抽離啦 抽離啦 我不會抽離 我很痛苦啊 我很痛苦 你又叫我抽離 我不會抽離 我原來抽離呢 就要在第一第二念的時候做的 第三念 等他都成形 那麼濟的時候呢 你就開始很難抽離了 哦 即是上司你叫我早點抽離 不要這麼問 當然啦 所有東西都是越早越好 越快越好的嘛 好了 什麼叫覺性呢 就是層次比較高的一種念 來的 那麼你由於呢 你就還未進入過五穩的資料庫那裡找東西 你還未發展成一種思想 那麼由於呢 他還未有牽纏在那裡的 你都未連結 你都未找資料 你都未預備連結 什麼 你都未連結 那麼因此你的覺性呢 他什麼叫覺性呢 他就會擁有一種容易自我控制 還有抽離的能力 什麼 的想法或者念 才是最擁有 令你能夠抽離 還有能夠自我控制的呢 就是第一念 再差一點點就是第二念 就是第一念呢 是最能夠擁有自我控制的能力 還有幫到你抽離的東西 所以你要非常之珍惜第一念和第二念 好了 琴拆先琴王 所以我們修行的時候就要怎樣 就必須優先將重點放在覺性的訓練 怎樣訓練覺性呢 就是訓練第一念和第二念 所以我們的第一念 在他還未曾作出任何的連結和行動的時候 我們就要將無生法隱裡面的安壽隱 就將他放在第一念那裡 你第一念就是已經定力出了 安然接受 定力出 平等性之出 那你就安住在那種煩惱和刺激裡面 不生起任何的貪真痴 因為你生起了定力 你不會因為衝動而立刻 就衝進五穩那裡找資料 看看拿刀還是拿叉去和別人打過 那你就會因為一旦你迅速進入五穩 你就很難控制了 那些不正確的思想就會產生了 所以你如果將第一念放安壽隱的話 這個就是效果 第二念 第二念放什麼 第二念就是你開始預備做連結 我們就要將無生法隱裡面的觀察隱 就成為我們的第二念 第二念是什麼 諸行空直 有些東西刺激我 我先安隱 有人要打我 我先安隱 然後看怎麼處理這件事 然後我就第二念 做觀察隱先 諸行空直 那你就會說 如果有個人拿著把刀追著我斬 那你就叫我觀察諸行空直 是不是站在那裡不動被人斬 那當然不是 你的第一念就是安壽隱 就是說你知道所有果報現在要來了 那你就要安然接受 它是一個果報 因果法則 那把刀來了 斬我了 我會不會因此而生起一種憤怒呢 一種貪念呢 嘩 推旁邊那個人 就去擋這把刀了 不要我自己擋 是不是 那就貪了 真的就說你有沒有搞錯 拿把刀斬我 等我又找一下有沒有第二把刀 利過你的 搶過你的 跟你打過 又不會瘋了 就不會愚瘋了 就是說這個正壞人來的 你呢 你應該就是怎麼想 第一像安仇人 安然接受 此乃因果 有人拿刀來 想斬我 一定不用問 就是以往生的因緣 是這個因果 是公平的 可能我以前拿刀想斬過它 是不是 現在就要受報 那我的思維 如果是第一念 我就不會去再想這些 就不會去想 為什麼他斬我 這個又是壞人 那 接著又會想一下 怎麼找隔壁那個幫我擋擋 那不會想這些 安仇人就會幫你想什麼 平等性智的東西 這個是因果 那第二列 你是角色 你不會想到那些貪真痴 你不會去資料庫 找一下有沒有第二把刀 給你可以拿的 你就會 接著第二點 就是觀察忍 已經 觀察忍 就是一切諸行空直 所有東西的運行 它就原來原去 就是完散了之後就沒有了 但是我也要處理它 現在斬我的情況 但是因為我有安仇人 因而有定力出了 定力可以協助我 我在觀察忍空直 所以我不會去糾纏於 這個正衰人 看看怎樣斬他兩刀 就不會糾纏於這些 那我就 於是我應該是怎樣 既然忍空直 那我第三個念 我入資料庫找那些 就絕對 就不會亂找東西了 我就找了些什麼 我現在應該是馬上走 找個地方躲 避了這把刀 或者避完之後 或者我看到旁邊有個警察 沒有多遠 有個警察大聲喊 一邊走 一邊避一邊喊 警察是有人 握個刀 慘人 明白嗎 那你就是 這些就叫做 是正確的 無偏差 沒有任何貪真痴 沒有任何錯誤資料生起 的一種處理方法 那就是這個無生法忍 無生起任何的煩惱 無生起任何的參真痴 無生起任何的偏差不正確的行為 而產生了正確的行為 而處理了這些的日常事情 那就是無生法忍於日常生活中的處理方式 並不是躺平 好了 那你說如果我現在死了 我現在死了 我死了 我看到 入了法界 那你就要有個國之生氣了 你的第一念 你現在還是收緊無生法忍的層次 我還未高階 我再高階未 上司未教 上司教到這裏 那我死了 現在看到 進入好像那個 修心篇的第七集的Ellen 那樣 我看到 法界的出現 我現在在法界 於是因為你是收開有無生法忍的 你就不會怎樣 你第一念裡面就是安壽忍 你接受 我接受這個是法界 不會再有任何懷疑 這是不是法界 這是不是一元狀態 我沒有這種懷疑 即是畢生異想 於是你就直入了 如果上司還有教其他教法 這個不方便在這裏說 那你就配合他的教法 那就已經第二念的觀察人出來了 諸行空直 配合上司的教法 於是就入了一元狀態 恢復一元狀態的正等正覺 成罰了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成罰的 明白嗎 即是說 怎樣才可以成罰 就是要收無生法忍 配上司的教法 融入一元狀態 即是你都要有個基礎 懂得安壽忍 有個定力出來 又懂得接受 接受者是一元狀態 這樣才行 是不是 那你說 上司現在我還沒死 我還在日常生活裡面 那是不是全部躺平 那不是 我剛才教了你 並不是躺平 即是說 如果你有個覺性出來 用個覺性 就立刻可以判斷到 者是法界 或是三界的日常生活 你懂的 是吧 你知的 你的覺性是會告訴你 不會有偏差的 覺性 是吧 於是你就可以處理到 無論你是在法界也好 日常生活也好 全部都可以用無生法忍來運作 這就是我教你運作的方式 即是說我們要運行諸行空直 作為我們的一種覺性 令到我自己進入五運的時候 不會產生任何的執著和注射 那就是說 無論你在三界的日常生活 還是在法界 你都準確無誤地對應到 不會搞錯事情 是不是 這個就是它的效果 第三念 我正式進入五運裡面 找資料 如果你不牽引那五種 剛才所說的那種 令到你思想或者心思會偏差的東西 你在個覺性 還是運行諸行空直的那種運行 那你就自然會怎樣 選對所有正確的資料 作出正確的行為 你不會選錯的東西 這個就是那個無生法忍的修行的過程 好了 這個也是它的效果 收得到就收到這個效果 所以不生異想 沒有第二種想 什麼叫異想 如果你法界就異元以上的異想 不會想 不是諸法空直 不是諸行空直的 就不會想 就是那些 不是絕對正確的資料 不會運 這樣 明白嗎 好了 所以這個不生異想的意思 就是你會作出正確的行為 用覺性來召見五運皆空 這樣就叫做用覺性來召見五運皆空 所以有些弟子問我 上司 你說五運皆空不是剷掉資料 你還要走 那些資料又還在 那怎樣召見他 這樣就現在正在教你 說了 再這樣召見 那個層次和運作模式是怎樣 就是第一念 第二念 第三念 就是這樣運作的 那你就可以召見五運皆空 如果你每一次想找出來的資料都是正確的 行為都是正確的 在你五運裡面沒有任何不正確的資料 也沒有任何那些會令到你產生偏差的 那些跟的 那就叫召見五運皆空 你全部都是用第一念第二念 那個無生法忍來引導你去做的 那些事 那就不會偏差 那就不會錯 那就召見五運皆空 哦 召見五運皆空 就 道一切苦壓 你看到那個心經這樣說 你如果做到你就成佛的 日常生活都可以到一切苦壓 在法界不用問 沒有苦壓 無老死無虎老 什麼都沒有的 是不是 那就更加可以到一切苦壓 是不是 好了 那就是說 這個觀察人 就要這樣收的 就是怎樣收 就要運用我的修心程序 所教的接受 提問 分析 尋根 對峙來收 如實了之的意思 就是要實實在在 100% 運用這個修行 諸行空席 修行諸行空席 作為你一種的角性 來進行一切的行為 於一切法不生而上 就是於一切的法運行的時候 在進行一切行為的時候 你是不會有偏離於諸法空席 而產生執著或者鑄上的想法的 因為凡是偏離 這個諸行空席的話 你就一定會有執著和鑄上 明白嗎 所以你不可以偏離它 要不生而上 因此我們所謂如實了知 諸行空席 於一切法不生而上 就並不是代表 因為了解一切法都是空席 於是我們就什麼都不做了 而是要非常有覺性和有智慧地去做一切行為 而且絕對是積極而並不是躺平 好了 有些修行的人就誤會了 但是這樣無生 無生法忍 無生任何東西 或者收大元滿 就是要講空性 都是要講空了 那是不是什麼都不用學 現在很多那些大元滿的書 又說什麼什麼計算 又說是聖人所出的 他說一切無學無修 我叫你任運自然而已 我沒有叫你無學無修 你搞錯方向了 那你說聖賢 什麼什麼聖賢所說 什麼什麼聖賢所寫的東西 有沒有被人歪曲到 我不知道 是不是出自聖賢那把口 我又不知道 總之我只是告訴你 就不是無修無學 那你是要無修無學 到時將來 什麼都沒有改變到 什麼都沒有收到 到你所謂收大元滿元內 就真的 真的 真的空 你還空那隻空 那收得好 就進入還空狀態 去了 困了在這個無色界 收得不好 就跌了到三岳 喂 你就不要問我為什麼 我現在告訴你為什麼 就是你收錯了 什麼時候說無學無修 當然要有學有修 不過那個學同修 是要任運自然 沒有任何的執著 沒有任何的偏差 沒有任何的執著地收 沒有任何執著地學 沒有任何的執著地運用和收 沒有任何偏差地運用和收 任運於自然 那種 不是你們所說的那種什麼 無學無修 什麼都不用學 什麼都不用收 好 什麼都不用收 就成罰了 每個人都想 但我就不想你想歪了腦 收錯了方向 那你就大件事了 其實有些人經常都說 無學無修就是代表不執著不著想 錯在哪 就是錯在這些位置 這種理解是錯的 就等於你如實了之 諸行空 值於一切發不生而上 你竟然理解為什麼都不用做了 將全部的貫賞成為空 消滅 剷除了五穩裡面的資料 就以為可以了 那是錯的 這叫做什麼 橫空 橫固的空 不是真正的空性 那你會引致大量的收行人 因此就會困在哪裡 無色界 那這個是因為他們不懂 怎樣去訓練覺醒 錯誤地把這些口訣和指引 作為一種思想 而不是第一念和第二念來訓練 那就會引致進入橫空的狀態 所以無生法忍的意思是什麼 諸法由自性空 聖義空故 就是諸法自性本身的本體自性是空的 最殊性的說到空的時候 都是說什麼 由於它是說空 所以我們無所有 諸行空直三輪體空 這些其實都是屬於空性裡面的什麼 非有 它是不是最殊性的空 還差了點東西 最時性的空 還要加多一件東西 叫空性 非空有個角性在這裡 這樣就以角性引領我們一切的行為 不是橫空的狀態 這樣才是真正的空性非有非空 這個就是我們收集空性的口訣了 我們如果要修改成為一種 怎樣的行為程式才是最正確呢 在大波野經的初份卷三七六裡面說了 就是說你要令到煩惱不要生氣 就是說你要修改行為程式 怎樣修改行為程式 修改什麼 修改到令到它不會有煩惱生氣 那而且那個行為程式呢 還要令到這個行為程式呢 是沒有貪惱生氣 灌呢 就是灌什麼 灌到它諸法不經不起 其實就是什麼 又是修改行為程式 灌到它改到這個行為程式為止 什麼行為程式呢 我要灌上 灌上什麼 諸法不起 所有萬法都不起 那就是屬於什麼 我們空性裡面的非有 就是說 在這一句裡面 無論你令煩惱不經不生也好 你灌諸法不經不生也好 都是其實在做不注於上 或者不執著的一種行為程式 你要修改到它這樣 那這種行為程式運作的時候 第一 不可以 也都不會 違反戒律的 就是知道了 這一種是一種很執著的不違反戒律 一日到刻就看著戒律 啊 我又走歪了半步了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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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錯錯錯錯 回回頭 回回頭 是這麼執著的 還是因為任運自然這樣 我做任何一種行為 都自然不會違反戒律呢 這個就要依靠我剛才教你那套方法 第一念是什麼 第二念是什麼 第三念是什麼 你怎樣角照到你的五韻 都全部是一些正確的資料 不是有錯誤的資料呢 你只要做完這些事情 你就可以做到這件事了 任運自然地做到 不用怕做錯事 你用無心法忍就可以幫到你 那你這個無心法忍 怎樣才能做到成功 而修改到這些行為程式 而沒有錯誤呢 那你當然那個行為程式 要做到 要符合一個條件先 或者一個特徵 你做出來的行為 當然不會違反戒律先 這是一種治 第二 還有你又要充滿無間斷的覺醒 要覺醒常照的 就要如實了之諸行空直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生起覺醒 生起剛才所教的那種覺醒 那這個就叫做什麼 威了 那加起來就叫做智慧 那這個就叫做微妙智慧 明白嗎 就是我們剛才所教的 就是你那個經論文裡面所說的 微妙智慧雖無間斷 然後第三樣 你那個行為程式 做完出來 還要生起第三個效果 第一第二要有 第三就是要充滿慈悲心 要不然你的行為程式 就叫做什麼 不如滿 你一定要有充滿慈悲心 要不然你不符合那個 那個無心法忍的定義 第四要任運自然 你不是一天到刻就在執著 哎呀死了我又走錯半步了 哎呀我好像又搞錯了些事情 不是的 你要跟那些第一念第二念 第三念那些都做完的 你這樣做到要任運自然的 第五點 要徐順恩果 嘩我又有些逆境來了 又出現在我面前了 立刻安受隱家觀察隱 徐順恩果 即是你整個行為程式 如果能夠符合這五樣東西 那你的行為程式就改得對 如果你少這樣東西 那就叫做不如滿 但建構之中 明白嗎 這些全部 就是做到 就可以符合到 我們的空性非有非空的要求 這一個呢 就是我今天的教法 今天呢 就講到這裡 但是呢 我都要和你們呢 講一下 即是複雜一下 我們一些的事情 之前講過的事情 究竟你敦珠佛學會的 入門教法是什麼 你在網上的Youtube 就教得很詳細 很仔細 很實用 但是那些還是理論 有些事情又說不能說 你又說要跟你修行歸醫 才可以 那你教什麼呢 現在我們講一講 我們這個入門教法第一 看回我們的慈悲心 第四十三集 就是教我們怎樣積聚善業功德 分三個層次 就是不逃避 不住上 要訓練出來的心 出來痛苦和解決問題的方法 可以用什麼來觀修啊 八吉祥和淪王七寶的觀賞 那你看回我們的慈悲心系列 第四十三集 講出來心 第二呢 就是第四十四集有講的 就是積聚救急的善業功德 分三個層次 上公下私 它的口缺可以清除我們多生的業障的 慈悲心的一個觀賞訓練來的 就是餐前祈禱中 你看回我們的慈悲心系列第四十四集 那這些呢 其實都是說 運用六波羅蜜 即六道 六種到達法界的方法 就是到達可以去到正等正確成佛的那個位 的六種方法 那這六種的方法呢 就是先有出來心 然後就加上 報師、慈介、忍辱、精進、禪定、智慧 而這個第四十四集所講解 本身可以協助我們進入法界成佛的 這個就是西藏蜜中的疲勞七支靜佐法 詳細情況 你要看回我們的慈悲心 第四十五集 那這個是屬於六道裡面的 第四十六集 第四十六集有講的就是 積聚脫離輪迴和成佛的善業功德 分四個層次 那這個呢 你看回我們的慈悲心系列第四十六集就有了 是屬於六道裡面的精進 第五個呢 第四十七集有講的就是 積聚深性善業功德分四個層次 就是怎樣作出深性的糾正呢 戒律的執行 願力信念的確立和相對應功德的積聚 那成功與失敗的關鍵所在就是這些位 詳細來看回第四十七集 這個屬於六道裡面的忍辱 第六個呢 就是積聚光明的善業功德 那在慈悲心第四十八集是有講到 這個是屬於我們六道裡面的慈戒 那如果我們不守戒或者破戒 我們所收集的那些光明的修法 是沒有辦法生起真正的作用的 所以慈戒和光明是有連結的 第七個教法呢 就是積聚智慧的善業功德分三個層次 那這個是第四十九集有講的了 就是講世間智慧出世間智慧 以及怎樣導入去空性非有非空的 那你詳細看回我們的第四十九集 這個是屬於六道裡面的教法 智慧的觀賞來的 即是說六波羅蜜多這個六道 就是六種到達彼岸的方法 就是出離心配以這個布施慈戒 忍辱精進禪定智慧 出離心其實是屬於一種決心 而這個六道也都不是一些抽象的理論 是要配六種觀賞來做實際的修行的 那敦主佛學會的日門教法 由第一至到第七種其實都是要配金剛經的口訣來修的 就是不住於上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然後將它導入去空性非有非空之中 這樣才是真正收得到的 第八個就是第五十集有說的 就是要積聚如滿的覺性善業功德 分三個層次 就是分日常生活的灌修 上座定中的灌修 以及夢中或者死時的灌修 那這個日常生活的灌修 就是用各個解除痛苦恢復覺性祈禱文 是連結空性非有非空的一個灌賞修法 是要配合灌修和用上司的聲音做導航來做灌修 是我們入門的基礎教法 那這個上座定中或者夢中死時的灌修 以前我也教過一些入門基礎教法 那這個空性非有非空的灌修 這些教法你可以看回我們的慈悲心第五十集 其實由第五十集開始 都是說第八種那種積聚如滿覺性的善業功德 由第五十集開始 一直講解下去 都是說第八種的 好了 第五十一集是說什麼 空性非有非空 那第五十二集就開始說無生法忍 第五十三集就說到無生法忍的一些修行方法和舉例 那五十二五十三都是說無生法忍的 五十四五五五還有現在今集的五十六 都是分別說一些角性 nasıl培育他生起的 這些你們就自己看回了 那這個為什麼我們收這個無生法忍 階段來圓滿我們那十個到達彼岸的 可以到達正等正確的一些方法 首先你就會看到初地 就是入心見道 這個初地這個入心 那個見道的意思就是 你見到空性非有非空 或者你的見解 對於空性非有非空的見解 你建立到 例如上司解說都很清晰 你完全明白 那這些呢 都是叫做見到的 那你就要入心 你見到了 聽到了 你又入心了 又接受了 那這些呢 都可以讓你進入初地的歡喜地菩薩 但是你還要繼續收下去的 那就是由第一至第六呢 你就要圓滿了那六個菠蘿蜜多 那你才可以收到那六個地 然後才可以到達第七地 那就是說第一地至第六地就是收六菠蘿蜜多 就是那六度的了 那然後你第七地那裡證到 你證到那個余滿到的無心法忍 你才可以進入那個什麼 那個第八地不退轉的 那所以我們的敦珠佛學會的入門教法裡面呢 首先呢 就是要你收那個十信 十住 十行 十回向 還要配菩提心 還要配無心法忍來收的 那怎麼配呢 你可以看回我們的慈悲心系列 就看到我們正在教你配的 起碼由第一個那個的收銀方法 就幫你配個國性空性的非有非空來收的 至於第二至到第七的那種教法呢 我們全部也都是要配六度 就是前六菠蘿蜜多 再加我們的四加行來收的 那這個四加行呢 其實我們就配了空性和國性在裡面教的 就不是坊間的教的 我們這個四加行呢 跟出片的四加行完全不同 是兩樣東西來的 好了 第八了 就是第五十集之後呢 我們就講那個職序完滿的功德 怎樣獲得無心法忍 和獲得其他的一些的角性 那就是由這個不移心至到第七地的教授 你都很清楚看到呢 我是在教我的弟子的 全部都有在這裡 好了 那什麼叫十信 不移位 在菩薩英諾本頁經卷上 這個言聖明治品那裡有說的 就是信心 念心 精進心 慰心 定心 不退心 回向心 互發心 戒心 和願心 你可以看回我們的慈悲心系列 三十 三十一 和三十二集 那如果我們由不移位的十信 就開始連結各性來收 那才可以即生或者即生成佛的 你開始收十信 這個是一個因 你連結各性來收 那個也是因 那你最後才會得到那個成佛的果的 如果這個十信和各性無關的 無論你怎麼收都不會生起各性 這個是因果的關係 所以你必須要配上無生法隱 作為各性的一個基礎訓練 好了 那我們的十信 如果能夠運用我們的修心與修行的方法 配上這個修心程序 金剛經的口訣 不注於相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並且能夠生起五智 和配合導入去這個空性非有非空的話 這樣我們才可以收得成功 那你知道我們所有人 我們眾生都有很多需要 其中一個安全需要就是 希望免受痛苦威脅和疾病 那我們的小成和大成其實都是用逃避 痛苦是正常的 身體是臭皮囊的方式來接受 但是我們密宗就不是用這些方式 我們不是用逃避的 我們是用即煩惱即菩提的方式來收 如果我們能夠成功對峙任何的煩惱 它都會成為我們的一種菩提 或是覺醒 因此在心態上 我們要將這些煩惱 視為一種生起覺醒的契機 但是在對峙的過程中 如果我們不配合修心與修行的五個程序 那我們就很容易會珠相 一旦珠相就會演變成貪震賜 就會成為我們下墮頭生的主要因素 所以你不要偏差在一些不平衡的修行方法裡 你要真正的覺醒生起 首先第一你要覺知心與意的一切行為 是不是合乎佛法的界律 正見正知平衡於中度的一個修行定義呢 你要覺知你的心色的轉化過程 透過修心程序的五個步驟來轉色成五字 你要覺知五字的提升 將它導入去空性非有非空的一元狀態 這個就是即煩惱即菩提 在英洛經裡面就說的 修十信要經一劫至三劫 才可以至到這個初駐位的初發心駐菩 你知不知道一劫是多久 等於四十三億二千萬年 所以人王經就說要十千劫 即是一萬劫 就算這樣去收 其實你都是進退不定的 你就好像那些羽毛那樣飄忽不定 令到你要收成一萬劫 所以要一萬劫才收到的 他這樣說 我們現在要即生或者即生成佛的話 我們就要修持這個十信 最快的方法是什麼 就是要運用修心程序生起五字 配合金剛經的口訣 然後我們要將它 導入去空性非有非空那裡 戴圓鏡置、法界體性置 連上前頭的三個字、五字 加上不注於上 應無所注而生其心的口訣 這樣來收 這樣視乎你運用的程度 有多少分來決定你的快速程度 總之我們的修心程序的目標是什麼 就是要用十信融入國性裡面 訓練五字的生起 十信就是十種覺醒 第二就是我們要提升覺醒至不注於上 用感來收十信 我們要用英無所注而生其心配合十信 徹底地對峙一切心性和日常生活裡面的困難和缺點 我們要用英無所注而生其心來圓滿我們的正等正覺 不注於上並不等於接受 但是又什麼都不做 而是配合十信不執著地做 英無所注而生其心就是積極接受 等於積極面對 我們要以靈動的覺醒配合十信 我們要以靈動的覺醒配合十信 生起智慧和覺照一切的行為 修心程序就是 說了很久的 就是說我們可以生起到我們三個智 包括我們的慈悲心還有菩提心 當我們成功生起上述這三個智慧之後 以後成功能夠解決一些問題 和修正一些缺點和心性的話 而且還要沒有注尚 我們就可以生起大圓鏡子 跟著我們再進一步導入一圓狀態的 空性非有非空 而且不注尚的話 就可以生起法界體性子 我們如果全部配合空性非有非空這樣做 我們就可以100%恢復我們的正等正覺 即是我們的菩提心 於是我們就可以成佛 其實我們慈悲心由20集開始 直到現在的這些集數 我們都一直在講解這些教法 由第36集開始 我們就將會只有粵語的中文字幕 繁體和簡體的版本 就不會再有配成國語的版本 即是說第一集至第35集都有國語版本 第36集開始就只有字幕版本 我們下一次的法會 就在2023年的4月2日 是清明的中英文武百尊 救度隨障共登煙共法會 我們是要為我們的去世親友盡一些心意的 直播的內容就是開示面對生死的一些救助方法 第二就是普傳慰英靈祈福祈願文 以及墮胎忏悔文 還有我們會普傳文武百尊 就禮贊共登儀鬼協助連結這個文武百尊 第四我們會收大幻化網的中英文武百尊兩大物法 就是慎心性意精華和靜憤生起明顯修法 來加持亡者和在世的養居者 為了我們也會為參加法會的善信 作這個靜像金路的加持 以及這個縱鳴迴向功德 所有的參加法會的善信 他們都可以獲得咒語和一些教法的傳授的授權 Youtube上面是沒有這些教法的 所以你就要參加我們學會的那個法會 參加它的直播 就可以學這些教法 所以記得參加 不要只想在Youtube上面去看 接受教法 我們都應該要種一些功德 知不知道 好了 我們2023年5月14日 就有個佛誕文殊菩薩誕契 福德法堂劉尚瑞夏之金剛上司 完席26週年的紀念燕共法會 我們會直播一些內容 就是開示金剛經的口訣 日常生活修持法 即是慈悲心與菩提心的灌修方法 第57集 也會普傳《閻劫經》卷第六 《千佛明號品》第20的第二 還有普傳《色尊贊眾同心就》 《色尊十二相成道禮贊》 也會普傳《文殊周》和《文殊菩薩》 《參聚其痴》 《智慧其願文》 那也是 記得每一個參加者 你每共一眼燈都有一個授權 就算你說 不是啊 我是只有一個人參加都沒問題 但總之記得 是要種多些功德 除了要做功德 你也可以接受到這些功德之外 你也可以受法 起碼都學到一些咒語 這個對你很有幫助 那記得就要參加了 好了 我們有歸醫儀式的 其實全球的一些想學佛的眾生或者善信 他如果是很想去學真正的佛法 他們都可以來歸醫 不會因為有地域的虛限 令到他們歸不到醫的 他可以在網上歸醫 我們很多教法都在網上教的 那我們就是需要你去填一些表格 你可以去我們的網站那裡 首頁的左邊有一個叫入會歸醫的 那你呢 填了一些表格之後給我們 那根據資料給就可以了 那而且呢 你递交表格的時候 記得要給Gmail給我們 那然後你要在那個頁面裡面 滾下去你會見到有七套片 這七套片都有些連結在給你的 那你就記得看完這七套片 然後呢 你就將那七套片可以做筆記的 然後就通知我們說你看完這七套片 那我們就會在網上幫你進行面試 那主要其實呢 都只不過是想看一下 你是不是真的看過這七套片 就不會考到你不懂 搞到你歸醫不到的 那你就不用那麼擔心 最重要是你 有看過這七套片 那我們呢 面試 你就可以跟我們說 我們就會跟你安排面試 那合格之後就會通知你 那你就可以跪意 在網上跪意 你不用飛過來香港跪意 那我們會分兩個組別的 有粵語和國語組別的 那我們之後呢 就會在網上有些傳遺交法給你 還有呢 如果有些實修真的一定要面試的話呢 那我們當然是希望 是將來在外國是有些分會 那你可以飛去一些近一點的分會那裡 就來到去學的 那我們也都接受弟子用電郵去問一些東西的 但是呢 因為上司太忙就不會回答你的 但是你所問的問題 我們會存在 那麼在適當的時間 我們在公開的法會那裡會講解的 那你也都記得要去我們敦主科學會的YouTube頻道看了 現在已經是累積到38萬3千個訂閱 那是目前全球最高訂閱和點擊率最高的 華語為主的佛法講解YouTube頻道來的 那當然呢 你們作為一個學習佛法的人 當然是要想辦法去幫忙去推廣那個佛法 弘養那個佛法 那怎麼幫忙啊 那你呢 那你就要按訂閱 這裡有個訂閱 你要起碼訂閱 跟著呢 這裡有個小鐘仔 你指上去呢 那它有個全部 個人化通知給你選 你當然要選全部按下去 那麼呢 我們的點擊率已經去到9200萬的了 那麼呢 每一套片呢 其實你都要幫忙呢 來到去按個like 不要只是其中一套按了個like 喜歡之後就不按了 每一套都幫我們按個like 那就可以幫助我們推廣這個佛法的了 那麼這個是會 這個是中一個很大的善業的功德 記得做了 那麼另外呢 你會看到這裡呢 就有一個叫做播放清單的 如果你按進去呢 你就會在這裡呢 有很多我們那些清單 究竟放了些什麼片上去呢 你在這裡有個箭嘴的 你按它呢 就會選一下 就會找到我們的慈悲心系列那個系列的了 那麼你按進去之後 你會發覺它有分國語和粵語的 那麼你選你的語言就按進去呢 那就會有很多閘 現在我們已經說到56閘了 那麼多閘的 那麼我們怎樣去找它出來呢 那麼原來呢 你按進去之後呢 你只要是這邊有一個灰色柱的嘛 你拉它下來呢 那麼五十幾集的片都在了 你可以慢慢選了 如果你去到我們的網頁的首頁那裡呢 你滾下去吧 滾下去會看到有三個很大的按鈕 這個按鈕很有用的 你按進去呢 有分語、國語和英文的 那麼你按進去呢 就會有一些PDF的 裡面呢 就把我們所有上載了的影片的姓名 都寫在這裡 那麼你可以下載它就幫助到你呢 知道我們有些什麼影片可以看了 那麼在首頁滾下去 你會看到很多電子書的 有些關於生關死劫的電子書 遲些呢 我們還會放在呢 關於我們這個慈悲心系列的一些的 內容的書放上去的 我們已經有56閘了 現在說到 那麼你頭那10閘的書呢 我們就會陸續續放上去 那麼你留意我們的網頁 如果有呢 你就按進去就可以看的了 那麼呢 還有啊 我們那個英文版的那個 那個觀看順序呢 都有的了 那麼你就記得看回這些電子書了 那麼呢 你下載了這些PDF呢 你會看到呢 很詳細寫著 每一套影片上載的日期 它是屬於中階還是高階呢 還是初入門呢 那是屬於什麼種類的講解的 講解什麼種類的佛法呢 跟著那個片名呢 每一套片的長度呢 還有最重要的那個連結 你一按那個連結 就會馬上去到那個的影片了 那麼呢 是會對你呢 是很有幫助的 那麼希望你很容易就會找到我們 所有講解過的佛法 那麼另外呢 這個呢 是以這幾本呢 就是那個生關死劫的 那些實體書的資料 在我們的首頁那裡滾下去有的了 那麼呢 今天呢 就講到這裡 那麼現在呢 我們就把時間呢 是交回給 移起太陽金剛上司 讓他呢 是幫我們呢 是主持這個法會 工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